各位先生媒體大家下午好 上禮拜二是我舉辦也是早叫公令會 最主要聚焦在能源政策上面 上個禮拜也是這些團團人士也都有到 開發單位也都有到 看起來就是各說各話 但是到底是不是各說各話這件事情 第三天然接受站的這個牽職 其實這個區位衝擊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在2014年的時候本來就有一個台北港的替代方案 可是上禮拜聽起來這些開發單位一直說 一直說目前的大坦這個地方是唯一的方案 但是我們很多的民間的團體一直告訴他說 事實上是可以避免 也可以重新再來思考 也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案 可是看起來兩邊的對話就是一直都平行線 這個是我表達非常遺憾的 那在2018年是其實這個2018年賴清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用那個 他用那個深澳換的這個現在這個藻礁 那其實當時的學者是都拒絕出席這個環品委員會的 可是他後來就是用官派的一個委員再加上他們那個環保署的護署長 然後民間的出席的人數非常的少 用這樣子7比0的一個方式通過了這一次的那個2018年的環品 其實也讓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的不正義的一個環品委員會 其實大家知道我過去在台北市政府工作 只要是有關於就是那個市政府的開發案 通常市政府的環品委員是都要迴避的 大概就是會全部讓民間的一些環品委員大家一起來討論 就不會有所謂的施壓或有所謂的一些那個阿拔的一個行為 但是在2018年的這一次的環品委員會上面看起來是 我是感覺到非常讓大家失望 那其實在上個禮拜的公聽會上面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我們的國土規劃跟環境基本法裡頭 是不是可以去把每一個區塊 其實我國的一些有具有歷史的那個風景地貌的這些東西 或者是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先把它區化出來 這個其實是在上位的是我們的國土計畫事實上是沒有跟上這個時代的 那大概這個我也覺得深表遺憾 而且在2013年蔡英文總統要選舉之前也寫下一些藻礁永存的這些的一個承諾 可是大概慢慢的就是他執政以後就是國會最大黨 那行政立法全部都大黨之後呢 他就永遠就是變成他就是我今天手上拿的那個標語啦 然後就是變成傲慢的雙標黨這樣子 選前他就承諾那選前也寫說他願意藻礁保存 那可是選後就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就把他忘記了 所以現在藻礁目前我想大概我們應該要 今天如果有那個地方官員來的話 我在想是不是我們有沒有那個海洋委員會的人來 其實應該海洋委員會要立即的啟動這個自然地景的一個審議 來看看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還有剛剛那個交法委員講的 是不是要來開一個藻礁的保育的聽證會 我想這個都是應該要做而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目前藻礁大概這個地方是用他的痛苦認證的這個 傲慢雙標的民進黨 但是我在這裡我要呼籲就是我們現在就是 民團跟交法委員跟我這邊大概就是極力的在促成這個公投 那我們大概會在三月初的時候呢 要希望能夠這個公投的連署要能夠連署過 所以在這裡呼籲 因為我們的有效的那個公投票需要29萬 那我們大概會希望能夠連署到35萬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整個會期結束呢 我跟我辦公室的幕僚會開始 全國走偷偷開始來倡議跟倡導這個藻礁保育這件事情 那也讓這個公投案呢能夠可以順利的一個成行 那這個明年的8月28號的公投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歷史珍貴的一個地景風貌能夠保存下來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我們共同的心聲跟願望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蔡委員 那接著我們請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黃昭倫 好 各位媒體大家好 那在我開始這個論述之前 我還是要先做一下這個免責聲明 我今天是請我自己的休假來參與今天的公聽會 以下的發言不代表我的所組單位 以免造成所組單位的困擾 那這個有關於藻礁生態這件事情 其實自從2018年的2月28號 大藍藻礁融獲了這個國際保育組織 那個藍色任務選為成為這個東亞地區第一個 全球海洋保護區網路的第一個 所謂的這個希望熱點以後呢 其實就已經證明了這一塊的這個區域 它不僅是在台灣最重要的一個藻礁生態系 它甚至是全世界目前保存最好的藻礁生態系 可是很可惜的在就如剛剛這個蔡委員所講的 在2018年的這個環瓶案上面被強行的通過之後 整個藻礁它所造作的命運其實非常的坎坷 那後續中有了這個公共轉的擱淺事件 發生了以後造成了大面積的這個藻礁被剷除 那甚至有這個一級保育類的財產多貝共商務呢 受到這個損毀跟破壞的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們在我們發現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主管單位 它設立了很多的這個巧門 讓中油免疫被救責 這是讓我們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想要強調第二件事情是 其實整個大潭藻礁的保育這件事情 其實整個台灣學術界的一面照妖境 從一開始這個不管是中油或是中油 所聘請的這些所謂的學者跟顧問 一開始就強調大潭藻礁是一個生態不好 生物多長性不佳的地方 這樣的一個論述決定了後續所有在開發派的學者 跟開發單位一直奉為歸孽的一個準則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從2018年在林務局所支持的 這研究的這個藻礁團隊 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發表了四篇國際期刊上面 很重要的這樣的這個文章 一而再再再的指出大潭藻礁 它不管是它的生態 不管是一級保育類的財產多部分有商務的族群 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一個地方 可是很可惜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並沒有被後續的這些開發單位所接受 我想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開這個公立會 其實應該回歸到最遠一點 去找出為什麼今天這一場災難的產生 所以我希望藻礁的保育行動能夠持續的下去 那未來我們也要繼續的沖所謂的這個 藻礁工程的部分 希望今天的公聽會能夠是一個更重要的開始 謝謝 謝謝陳昭倫研究員 接著我們請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理事長 陳憲正理事長 謝謝陳委員 謝謝蔡委員 各位美女姐 大家好 其實中文在一開始他就一直表示說 有關於本件的迴避替代修正方案 已經完全避開藻礁 完全避開柴山多貝孔珊瑚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中油它只有避開 G1G2區的一個陋落區 至於海域部分 根據專家學者的研究 藻礁地形其實它向海至少延伸有5公里 而且整個藻礁生態系 它是完整的 連續的 不容切割的 那中油的迴避替代修正方案 就是蓋在藻礁上面的潛在位置 那本件的一個專家委員 其實也曾經要求過中油說 針對瀕臨絕種的柴山多貝孔珊瑚 必須要詳細的去調查 尤其是在熱點 也就是棧橋區可能影響的範圍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深入的研究 可是中油它調查的方式是什麼 它採用的是水下攝影 如果去過關塘的人應該都知道那邊 水濁 風浪大 強流 事實上能見度非常的低 頂多大概50公分左右 因此其實它拍回來的照片 根本沒有辦法去做辨識 更何況 中油它是用10公尺的間隔線 我們都知道 柴山對面的珊瑚 如果一珠它頂多小於1公分 然後一個群體頂多就是10公分 可是呢 中油它的側線是以這個會議室的眾生 10公尺為一條測線來測量 然後測出來的結果跟我們說 它沒有看到柴山多貝孔珊瑚 所以這邊沒有柴山多貝孔珊瑚 這樣的一個調查方式 我們實在非常難以接受 那107年7月3號 其實專家 專案小組的審查會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本建港灣的一個開發 對於藻礁 對於柴山多貝孔珊瑚 它有重大的一個影響 因此我們呼籲 中油應該要立即停工 你不要再便宜行事 來犧牲我們珍貴的藻礁跟柴山多貝孔珊瑚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再請蠻野新竹生態協會 專職律師蔡雅瑩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民間其實在105年的11月22號 已經提報大潭藻礁為自然地景 但是提報了超過4年 中央跟地方主管機關一直推來推去 然後到現在4年多過去 還沒有進入審議程序 任由藻礁的生態被工程破壞 那我們認為行政院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的 中央主管機關海委會 應該要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0條 限期命桃園市政府進入審議程序 如果他不願意啟動的話 那至少也應該要代行處理 來避免藻礁生態系 遭到工程難以回復的損害 那再來是過去農委會 曾經委託中研院進行的研究 曾經建議應該把既有的 關心野生動物保護區 往北擴大為南桃園 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而且把我們大潭列入核心區 那中游過去也曾經承諾 如果海委會依照野保法化設保護區的話 會配合剔除保護區的範圍 那我們希望海委會趕快進行 趕快行動盡速化設保護區 不管是依照文資法或是野保法 請盡快的化設保護區 不要再做事藻礁生態被破壞 那再來這個地方事實上 也是有非常珍貴的海洋客家文化 依照客家基本法是要求政府要保障多元文化 繁榮客裝文化產業並且將地景納入客家族群的文化與記憶 這個地方是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而且有全台灣非常罕見的客家漁村聚落 那它開發的圖題效應也會衝擊到永安漁港 而永安漁港是台灣唯一的客家漁港 那過去相關的研究也指出 藻礁生態系所支撐的海洋生物資源 是海客文化的一個基礎 那如果要保育海客文化 首先要先保育好藻礁的生態 那我們認為政府不能只是在辦觀光的時候 想到海洋客家文化 然後可是到了要保育的時候 又放任中油去破壞海客文化的根基 讓我們的藻礁生態系受到嚴重的傷害 謝謝 接著我們請環境法律人理事長張鈺 陳委員 蔡委員 還有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 剛才蔡亞銀律師有提到一點 就是在民國105年的時候 民間團體就已經針對大潭藻礁的範圍 提報自然地景的審議 請桃園市政府審議 然後桃園市政府就跟當時的 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 開始呼踢皮球 踢來踢去 一直到海洋委員會成立 自然地景的審議 全則劃分到海洋委員會 那但是海洋委員會迄今 也仍然的不作為 固然在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 並沒有針對審議期間有做出規定 但是在所有行政法的總則性法律 也就是行政程序法裡面 行政程序法的第51條 針對審議的期間 是有定兩個月得延長一次的規定 那不管這兩個月的期間 是不是足以審議自然地景 但至少你應該要啟動審議 我想這個是國家行政機關 責無旁貸的法定義務 但是我們的國家卻沒有任何的動作 把人民的申請案擺到現在 連啟動都不啟動 我們對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這個部分就叫做國家的質疑 這是國家的質疑 我們不可以容許這樣子的事情一再地發生 所以我們願意不願其煩地站出來 不斷地來訴說這件事情 希望可以喚醒我們的國家政府機關 也希望可以喚醒我們一般的基層人民 可以看見這件事情 國家如果針對已經制定的法令 人民提出的申請案 可以自意地不作為 那其實我們國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有風險 以上 好 謝謝 所以針對現在的自然地景的審議 或者是調查或者是選址 其實問題很多 那最後我們請珍愛藻礁公投領先人潘中正老師 首先謝謝兩位立委來挺藻礁 好 我們剛才也在律師的發言裡面 了解到說現在的中央和地方 一直都在互踢皮球 這應該要保護的標的他們都不負責任 可是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 我比較擔心的是蒙蔽 也就是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 他們不敢做事 其實背後是有更高層的人要他們這樣做 他們不敢違背 比如說是2018年環評過關 那麼這樣的強勢通過的時候 到底小英總統知道這個開發案 要破壞我們300公頃的藻礁嗎 我想他是不知道的 那包括後面我們有無數次的機會 我們用陳情 用網上總統信箱 去報告我們現在的困境 像總統報告 你曾經說過你寫下了藻礁永存 現在請你來幫忙藻礁 小英總統有看到這些訊息嗎 我們相信他是沒有看到的 那他為什麼會看不到呢 中間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黑手攔著 讓他無法理解 讓他在今年的6月4號 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看到藻礁要破壞300公頃 他嚇了一跳 趕快成立一個溝通平台的會議呢 好 溝通平台會議開啟了 李俊毅副秘書長也親自到我家裡來 很誠懇地來協調 並且告訴我 在溝通期間呢 這個工程是要暫停的 可是後來中油繼續施工 結果李俊毅副秘書長告訴我 他去協調 但是失敗 他說他已經盡力了 小英總統到底知不知道呢 我懷疑他也是不知道啊 那如果都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包括我們看到的礦業法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他 說得很清楚去年底以前呢 他們要通過的 結果也沒有通過 給了環保團體這麼多的承諾 都沒有辦法去實現的時候 那他又怎麼做為一個總統這個位置呢 所以我非常懷疑 這個過程就是蒙蔽 就是行政系統裡面呢 是有一些力量呢 在阻礙著 讓資訊到總統那邊 所以很多的事情 他雖然承諾了 但是他好像也莫可奈何 那稍後我也要在這個地方 來揭發一個醜聞 這個醜聞 我認為它是一個政府 絕對不可以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們卻看著它發生了 我們希望這個醜聞揭露出來 社會可以來有一個公平 要請我們的執政黨 好好來面對這個醜聞 和它對人民怎麼交代 謝謝 好 那針對我們今天的主題 如何保護桃園珍貴藻礁生態公聽會 我們的公聽會前記者會 我們就到這裡 那等一下詳細的意見 內容我們再來說明 那最後我們呼個口號 我們就是希望藻礁獲得實際的保護 那第一個口號是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第二個是 召開藻礁保育聽證會 召開藻礁保育聽證會 我們再兩個 各念一次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召開藻礁保育聽證會 召開藻礁保育聽證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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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公聽會 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出席的政府代表 銀建署綜合組副組長 林世民副組長 專員徐嘉玲專員 然後桃園市政府 海岸工程管理處 王雅慧 然後 這邊是中油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方正仁 副處長 黃志堅 天然氣事業部 李黃章 執行長 天然氣工程處 黃榮鈺 處長 我們是中油公司會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陳昭倫研究員 珍愛藻礁工頭領銜人潘中正老師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朱真宏執行長 珍愛藻礁工程師王偉銘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理事長 陳憲正 專職律師蔡雅瑩 環境法律人協會 張鈺理事長 東海大學還沒到 請問劉少倫副教授 蔡美鳳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水資源保育聯盟 年利益主任 台灣牛角坡自然人文協會 吳慧美 澎湖青年陣線 澎湖青年陣線 王南欣 東華大學代佑明 寬紀錄工作室導演 鄧國玉 林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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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蔭西 我們先請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陳昭倫研究員 主席 我基本上提了五個問題 我希望主管單位、地方跟中央 和中央 能夠等於就我提的這五個問題 老實地回答 這是過去這三年來 我一直沒辦法在心中解的迷惑 第一個問題是 今年發生的中央工作船擱淺 是否傷害到一級保育類財產多別 稍微等一下 這問題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現場問題 但是很遺憾的 在整個調查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主管機關 或是在中央 這邊 基本上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正面的回答 我提出來這個問題 下一張 我請大家看一看 因為今天有直播 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看 這兩張照片 是不是同一個地方 OK 那上面所圈出來的那個珊瑚 是不是同一株珊瑚 我想停留幾分鐘 大家看一看 這是在G2區 我們在4月9號發生沒多久 我們就進入了現場去做這個調查 因為這株珊瑚也是我們當初在做調查時候的珊瑚 上面圈圈圈取來的部分就是 應該是中油或是主管單位所打的那個鐵樁的標誌 所以那是同一株鐵樁 那在4月9號我們之後發現這一株珊瑚 它其實這樣很明顯有一個破裂的現象 大家仔細看另外下面那個圈圈的點 OK 這個點 那在這個5月8號我們跟這個主管單位還有中油去線看的時候 這珊瑚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請問主管單位跟在場的每一位 以及線上正在直播的所有觀音找到的朋友 這個是不是同一株珊瑚 OK 那等會我想說請主管機關跟這個莊瑚來回答 下一題 第二題是中油三階工程它是否有騷擾 甚至在傷害一級保育率的財產多被控殺弩 下一張 OK 這一張是在今年的這個夏天的時候 這個由這個藻礁研究團隊發表在國際起康上面的一篇文章 OK 這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個圖 OK 那個圖就現在中油正在興建棧桑 OK 中間 中間 中間那個地方是棧桑 上面是現在的港的位置 所標出來那個點就是財山多被控珊瑚 在過去我們調查的GPS的點 那紅色的那幾株 OK 在這邊文章上面有 有GPS的位點 那我框起來那個點 就是離棧桑附近最近在200公尺之內幾株珊瑚 最近的珊瑚離棧桑施工處50公尺 OK 請問這幾株多被控珊瑚目前狀況怎麼樣子 OK 我再強調這是我們發表在國際期刊上面的文章 經過同裁審查 經過一年的審查以後才被刊出來的文章 所以請問主管單位跟中友 這幾株珊瑚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下一張 好第三題我想問的是 林務局的計畫成果報告 我們建議了 第一個 畫設南桃園藻礁生態系野生東保護區 這個案子目前是否有沒有在進行 如果有的話 目前進度是怎麼樣 下一張 OK 這就是我們在計畫的最終的部分 提議給政府 在這個林務局的這個計畫結束以後 最後最後總結了所有關生態系 生物多樣性 以及剛剛律師所提的文化面 社會面跟生態面的資料以後 提出來的一個建議 就是把現在的關心藻礁生態系野生東保護區延伸 變成叫南桃園藻礁生態系野生東保護區 也是現有了這個 在下面這個藍色框框的這個 關心野生東保護區呢 把它擴大成我們所畫的位置 所以這個圖目前已經在國際網路上面 在藍色任務上面已經被確認是要求 要求台灣能夠把希望熱點 化成一個很重要的保護區 所以中間就包括大潭的部分 我們把它建議做核心區 旁邊拔育的部分 我們把它建議做緩衝區 目前正化在關心野生東保護區的部分 在永興永安部分 把它列為所謂的這個永續利用區 所以是擴大現有的保護的措施 那請問不管是中油或是主管單位 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下一張 所以這個保護區 它的保護的標的跟動物非常的 已經非常清楚 第一個 保護目前全世界最大族群的 一級保護類動物野生動物 菜山多貝共珊瑚 再來是保護現有的漁業資源 包括鯊魚的褲幼廠 跟它的生態器的食物鏈 包括了裸胸村 以及其他所有經濟鯉魚種的 這個重要的這個產地 保護當地的客家漁業文化的資源 那同時也能夠支持 現在所藻礁的這個生態系的部分 那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經濟面的部分 因為這個保護區的設立 會得到永續的保存 下一張 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說 截至目前為止 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科學的政績都指向大潭藻礁 是全世界 是全台灣 也是全世界 最特別的藻礁生態系 但是在2018年的環評的時候 中油以及他所聘請的顧問 一開始就說 大潭藻礁的生態不好 它的生態不佳 生態不佳 生態不佳 生物動態性不好 這樣的科學的論頓 造成今天藻礁 它沒有辦法彌補的損毀 請問這個責任該誰負 我們今天還得要坐在這個地方 為藻礁持續這樣的拼命奮鬥 這個責任到底誰要去負 一開始所有的資訊都是錯的 在錯誤的資訊上面一直往下走 才走到今天 連科學證據的論述都沒有辦法受到支持 下一張 這是我講的 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整個團隊發表了四篇的國際的期刊 的文章 加上科學月刊的這個專刊的部分 所有的資料都指向大潭藻礁 是全台灣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生態系 這麼重要的科學的資料 曾經有一位專家講過 多點科學少點謾罵 可是當我們提出的科學證據了以後 我們永遠得不到關愛的眼神 下一張 就連當年中游所聘請的這個顧問 中青大學生命科學系林姓柱特併終身教授 他在今年發表在海洋環境研究的一篇期刊上面 在那討論的最後一段 他特別論述到 我把中文的部分列在這個地方 他也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不管是垂直的水泥建築物 或是整個目前的港區的建設 都會嚴重的影響到現有藻礁的生態功能 以及它的生存 我再次強調 這是當年中游所聘請的顧問 中青大學生命科學系中生特併教授 林姓柱教授 在他的學術文章所做的論述 所以我希望這部分的東西 中游能夠給個答案 下一張 好,最後一個問題 2018年 當我們研究做完以後 我們把所有的科學資料 呈給藍色任務 這個國際最大的保育組織 這個保育組織 它有一個願望 希望把全世界最重要的生態系 把它串連叫做 國際海洋保護區的網絡 那我們就請了這個 國際組織的主席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女性科學家 全世界第一個 下到深海三十百公尺的 這個Civia Earth博士 他寫了一封信給蔡英文總統 請求蔡總統能夠正視大潭島礁的保育 這是在2018年3月所發出的一封信 下一張 我覺得很多人都沒看過這封信 這封信長這個樣子 那自從這個Dr.Earth寄給了總統以後 我們持續的關心到底這封信的下落在什麼地方 所以下一張 所以在2019年的7月 我一直在聯絡Mission Blue 那問他說這封信有沒有回函 在2019年的11月7號 我連絡人告訴我 他其實沒有得到任何的回函 下一張 我們持續的追蹤 到今年的10月28號 我再寫信去問Mission Blue 到底我們蔡英文總統 有沒有正式回覆 這個貴單位相關的請求 一樣是沒有收到任何的訊息 那我想請主管單位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就我上面所提的這個五個問題 等會來進行回答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博士 那就是等一下我們請相關單位 來回答 那現在就是有一些問題應該是 主要是海保署 那麻煩就是等一下五個問題 能夠來回答 好 那接著我們請陳憲政律師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理事長 陳憲政律師 謝謝陳委員 我們一樣有六個問題 那前面四個問題由我來詢問 然後後面兩個問題 會由我們專職律師 蔡衍律師來詢問 第一個 三階簽子 是否更有利藻礁生態保育 下一頁 那主要的 不好意思 上一頁 第一個問題是說 關塘工業港之海域開發範圍 是否會影響到藻礁生態系 下一頁 中央他們在環評的一個審查裡面 他一再跟我們說 目前的這個修正的迴避替代方案 它是沒有影響到藻礁 但事實上在106年的6月5號 這個當時的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的結論 就已經有說明了 G1 G2的這個一個所謂的裸弱區 他要求開發單位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調查 以及迴避的一個動作 下一頁 所以當時中央後來提出的方案就是從離岸 從沿岸的一個開發變成離岸的開發 所以中央他一再強調說 他已經避開了藻礁區 這一句話並不正確 他只有避開G1跟G2的裸弱區 那他是否真的避開藻礁區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頁 這是學者的調查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明過 關塘海域它的一個海象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中央他用水下的一個相機去調查 事實上連專家學者看的那個影片 都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到底他照到的是什麼東西 那一般潛水員到那個地方去看 他能見度大概只有50公分而已 那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這個是在訂稿本裡面的資料 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黑點 就是有黑色一點一點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可以確定是生物膠 那到底是哪一種生物膠 事實上沒有人可以確定 但是按照藻礁生態系 一個完整 一個連續性的性質來看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 這個部分就是藻礁的一個範圍 下一頁 那也有學者的一個報告裡面 他說如果由這個生納影像的 來探測來看的話 藻礁的地形向海延伸 它的範圍至少有5公里 那另外陳昭文老師呢 他在這個一個說明裡面 有說明到藻礁生態系 它是完整的 而且是連續的不容切割的 所以其實 不好意思回到上一頁 再上一頁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這個回避替代修正方案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即便他把港移到外面 事實上也是蓋在藻礁上面 所以忠友一直在強調說 他們已經迴避了所謂的藻礁 我們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 而且沒有經過完整的調查 好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 那另外在建港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這個LNG船 需要回船的關係 所以在建港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挖到安全的一個深度 也就是我們看到黃色的這個區域 事實上這個是都要挖菌的 那挖菌之後 它是要回船到其他的這個一個 所謂的填海的一個地區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從這一張圖來看 整個港區的範圍 整個港區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會被產掉 然後又被填掉 它是整個生態系的一個破壞 下一頁 好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們要來討論 就是說 觀塘公衛港的海域開發範圍 是否會影響到 柴山多貝孔珊瑚的一個生存 下一頁 這個是陳彰文老師 他先前的報告裡面 有把所謂的 柴山多貝孔珊瑚的生態熱點 有把它點出來 那從剛剛陳彰文老師的報告裡面 也非常的清楚的看到 它分佈的區域 所以這個套疊到整個開發區 你就可以看到 戰橋區 基本上是穿越整個生態熱點 然後堤防 堤防的部分 其實也是非常靠近生態熱點 好 下一頁 那這個圖呢 是當時就是發生那個 3月28號擱淺的時候 其實中油它一直在說明 或者是 還有會一直說明說 該次的擱淺事件 並沒有造成任何柴山多貝孔珊瑚的死亡 可是如果從這個圖的套疊上面來看的話 白色的部分 就是被刮除的地方 很明顯的 其實就已經有經過原來GPS定位的點 這個我們希望說 這個主管機關等一下可以做一個深入的說明 下一頁 謝謝 另外呢 從這個學者的一個研究報告裡面 事實上它觀察到珊瑚群體直徑 大小平均為82公分長 最大它可以達100公分 那大潭的柴山多貝孔珊瑚 不論是群體的大小數量 均大於柴山附性的這個一個發現地 也就是說 目前可能柴山已經找不到這種一級保育類動物了 那我們中油在這樣的大潭的一個區域裡面 大興土木真的不會影響到柴山多貝孔珊瑚嗎 下一頁 另外我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中油他一直說 有啊我們棧橋施作的時候都已經有做詳細的調查 可是中油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你是怎麼調查 因為根據你們提供的資料 我們看到的是你是採用水下攝影 那水下攝影的影片因為水濁風浪大 老實說我們自己看我們專家也看不出來 到底拍到什麼東西 那這樣就可以得出說裡面沒有柴山多貝孔珊瑚 裡面沒有藻礁的結論嗎 更何況我們剛剛已經有說過了 如果以單株的一個柴山多貝孔珊瑚來講 它一株可能只有一公分以內 那一個群體頂多是10公分最大到100公分 可是中油呢 它是用間隔10公尺的側線 10公尺有多大 大概就是我們這個會議室的眾生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然後去做生態的一個調查 然後調查結果說 我沒有發現柴山多貝孔珊瑚 所以它認為這裡沒有找到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合格的調查嗎 下一頁 那此外呢這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工業港的一個建造 必須要以城鄉來做這個一個填海的一個動作 那城鄉的一個大小到底有多大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會議室的大概兩倍大 25乘以25的一個立方體 這麼大的一個城鄉放到海裡面 真的不會壓到嗎 下一頁 這個是城鄉拋石的一個位置 它不是只有把城鄉擺進去而已 它要做拋石的一個作業 下一頁 然後城鄉的周圍也必須用石塊來固定 那本建預計要擺放303個城鄉 也就是相當於400個標準籃球場這麼大 在這麼大範圍的一個填海 然後再沒有經過審慎的一個調查 就跟我們說結論是不會傷害到 這個真的是很難以置信 下一頁 好第三個 迴避替代 不好意思 迴避替代修正方案 之觀塘工業港之海域開發範圍 與原環平核准之開發範圍是否有縮減 下一頁 這一件事情 總有在所有的縮稿裡面 就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它告訴我們說 我們開發的範圍 如果以海岸來看 已經從232公頃縮小到23公頃 已經縮小了這麼多了 那到底我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這個部分只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海岸的部分 海域的部分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做縮減的 下一頁 這是當時工業區的一個差異比較表 這個開發面積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它事實上是指工業區的部分 工業區確實開發面積是232公頃 降為23公頃 可是關於工業港的部分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沒有調整的 下一頁 而107年7月3號 這個專家小數的建議 審查建議 它講得非常清楚 它根本不是在講你的工業區有什麼問題 它講的是工業港的開發 對於藻礁對於珊瑚會造成重大影響 所以呢 不建議開發 那至於工業區呢 它認為既然都沒有開發的必要 所以終止審查 所以今天中原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 用工業港的 工業區的範圍縮小 就來說工業港已經改善了 環評委員他質疑的就是工業港 好 下一頁 好 第四個 迴避替代修正方案的這個 觀塘工業港興建後 是否會導致土體效應 還有洋流切消的一個效應 下一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永安漁港的北部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侵蝕有多嚴重 海堤的部分已經用這個海漏種 去做這樣的一個防務 但是呢 靠近岸邊的堤防幾乎是全毀 好 下一頁 那這個還是講 這個只是原來的大潭電廠的進水口 所造成的侵蝕作用 現在我們要增加的這個堤防 事實上它幾乎等於兩倍 大潭進水口的一個長度 所以它侵蝕的力道跟侵蝕的距離 理論上應該是會更為嚴重 好 下一頁 那這個專家學者其實也有提到 這個圖體效應它所影響的 包括南北兩側至少三公里 這個圖體的一個效應 都可能造成擊殺 會大面積的埋掉北側的白玉海岸 白玉海岸是哪裡呢 那是小燕有獄處的地方 然後南側的觀星的藻礁野生保護動物區 後續也有淤砂的一個問題 這就靠近這個港的兩側是淤砂 但是再遠一點的 就會變成是一個侵蝕的作用 好 下一頁 另外 這在上一次的 這個王以民工程師也有報告過 台灣目前的一個洋流的狀況 其實沿著台灣 黑草一個支流 會沿著台灣的西亞岸前進 下一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就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圖中有一直跟我們想說 我已經有開口了 所以這邊的生物沒有問題 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穿越 可是你看到這個開口 它的南側扣掉堤榜的部分 它的開口是910公尺 下面有一個210 上面有個700 總計是910 但是棧橋附近的開口 最接近也是柴山多貝孔珊瑚 生態熱點的地方 這裡只有340公尺 如果大家以前小時候玩過水管 都應該知道 水管如果把它掐住會怎樣 水會噴射出來 這裡就會產生了一個切削的作用 下一頁 這個是修正替代方案提出來之前 但我們這個只有參考水深的部分就好 如果以南口的地方來看 它平均的水深是21公尺 那北口因為它比較靠近岸邊 它的平均深度只有7.5公尺 也就是說南口它是在比較大 而且比較深的一個開口 那北口是一個比較窄 而且比較淺的開口 那這個量體的比較 學者認為它南北的流速 會有很大的一個大概7.5倍的一個差距 下一頁 所以這個情況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建崗之後流速會提升 它流速南口不能放大7.5倍 那整個提升都會到達15倍的一個量 那我們剛剛有說明過 北口是哪裡 北口它就是柴山多北孔珊瑚 它這個生態的一個熱點 那今天如果說這樣大的一個水流 它產生的一個效應是什麼 就是把它洗得一乾二淨 完全都不會存在 那中油針對這個回應是什麼 他說沒有啊 我們已經有做過水工模擬了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中油做的成大的水工模擬 是什麼時候做的 它是107年4月做的 當時只有回避替代方案 那個時候還沒有回避替代修正方案 再來該份成大的水工模擬 它所援引的資料 是103年以及98年到104年的相關的一個資料 跟我們目前107年所通過的環評 至少都有三年以上的一個差距 那107年的時候 專家學者在會議裡面 就已經有要求中油 針對水工模擬的部分 它的參數變更前後 對於該區域的沿岸流相關數據 必須要加以補充 這個部分後來有補充嗎 至少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中油並沒有做一個完善的一個調查 然後這樣倉促的一個施工 好 下一位 那接下來我們請蔡函律師來說明 那我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民間在105年11月22號 就已經提報大潭藻礁為自然地井 那距離現在已經超過4年 我們想要問政府到底何時才要進入審議程序 下一張 那這個地方其實它非常的珍貴 那過去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全體的研究人員 就曾經連署要求呼籲說 要正視桃園藻礁是世界級的自然遺產 這樣重要的科學證據 然後要求要把從白玉到大潭這段藻礁 全部都公告為國家級的自然遺產 下一張 那這樣的一個訴求 事實上也得到學界的響應 過去他們針對一些學界生態相關的領域的學數界 發動連署 那時候學界的連署也超過5000人 再下一頁 那而且他們把一些相關的資料送到國際去做審查 那也獲得國際知名的保育組織藍色任務 經過審查以後把它指定為希望樂點 而且是東亞第一個希望樂點 那我們認為政府現在一直想要發展生態外交 然後說我們是一個海洋民主國家 我們不希望一個已經被國際間看到的一個非常珍貴的生態系 其實在已經被指定為希望樂點之後 然後居然因為工程開發而破壞掉 讓全世界看到我們國家對於海洋生態是多麼的不重視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盡速的針對民間一些保護區的劃設的請求 然後盡速有正向的回應下一頁 那我接下來講的這些其實都是從海委會之前所提供的資料 就海委會官方自己整理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105年11月民間提報自然地景之後 那農委會收到以後就把這份資料 就拿去給地方政府 所以請地方政府來研究 那後來民間看地方政府研究了半天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106年6月23號又再次去請求說還是要把它指定為自然地景 那農委會收到以後又再次把它提給地方政府說 桃園市政府來處理下一頁 那接下來桃園市政府就說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就是提回去給農委會說請農委會直接指定為國定的自然地景 然後農委會收到以後又再推回去給桃園市政府說請桃園市政府來處理 然後最後桃園看哪個單位推來推去完全不願意做事 所以我們在106年11月6號又再次去請願 跟桃園市政府更多還有農委會請願說 那不然你至少畫設野生動物保護區下一頁 那收到以後桃園市政府又踢回去給中央 說請農委會來畫定野生動物保護區 然後農委會又踢回去給桃園市政府說要畫野生動物保護區 要需要桃園市政府來提供資料 就兩邊不斷的踢來踢去 那再下一頁 那踢了半天終於海委會成立了 所以在107年的4月28號也是野保法的業務移交給海委會 然後這時候農委會終於找到一個新的單位可以來踢皮球 那我們在107年11院台灣台灣又再次的請求 一定要指定自然地景跟自然紀念物 然後農委會收到以後就很高興的把它踢去給海委會 請海委會來處理 結果海委會就回文給農委會說 目前他其實只有那個野保法的業務有移交到海委會 然後農委會文資法的部分業務還沒有移交 所以他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就兩個中央機關互相踢來踢去再下一頁 那最後農委會又要求說還是要由海委會來處理 然後就一直拖到去年的8月1號行政院就韓轉 就是回覆說那這個部分有關自然地景審議跟野生動物保護區 都是交由海委會來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不管是中央與地方互相推 或者是新的保育主管機關跟舊的保育主管機關 那我會跟海委會互相推 我們民間看到就是政府機關不斷的推來推去 沒有人要做保護 然後開發的行為不斷的往下進行 再下一頁 那這是過去的公文就是桃園市政府自己說 藻礁具數千年的歷史有國家及地景的典範 移遊貴會就是農委會化定為國定自然地景 或是自然紀念物叫為恰當 就是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在106年8月的時候 就已經說應該要化為國定的自然地景 可是農委會事實上他是沒有要處理說 這個貴主峽區 桃園市政府我們峽區裡面的藻礁 受到開發的威脅應該是由你們自己先處理 再下一頁 那再來是說除了文資法之外 其實就野保區 其實剛剛前面陳昭倫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其實過去農委會委託中醫院的一個調查報告裡面 有建議說把關心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擴大為南桃園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而且把大潭這邊劃入核心區下一頁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過去中油也有明確的承認 如果化為野保區的話 他也會把化入保護區的部分把它剔除在開發範圍 所以我們希望海委會不要再待於行駛職務了 不管你要去依照文資法來化為自然地景 或是依野保法化為保護區 都可以保護這片海洋 不要再一直在那邊觀望 然後做事這片生態被破壞掉 再下一頁 那我們從105年11月22日提報自然地景 到現在已經超過4年了 請至少進入審議程序 就算你死就不願意 完全不願意 為了要護航這個工程 不願意去指定 那你最少對人民的申請 一個申請4年多的東西 完全不聞不問 連審議程序都不願意進入 我們認為這樣真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行政態度 下一頁 那再來就是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第111條 就是如果說直轄市政府的主管機關 一本法就是它待於作為的話 事實上行政院以及中央的主管機關 就是目前的海委會 也可以限期作為 那預期屆期還不作為的話 事實上中央主管機關或是行政院是可以待為處理 而且如果情況急破的話可以禁禮代行處理 大家都知道 藻礁這生態系 事實上已經一直在面對中油工程的開發的破壞 甚至今年3月跟11月2度的擱淺事件 事實上都是對這片生態系造成嚴重的傷害 因此我們希望 不但應該桃園市政府 地方主管機關要盡速的作為 中央主管機關也應該要趕快介入處理 下一頁 那我們在第6個問題是 觀塘工業港興建後 漁民的作業會不會受到影響 還有海洋客家文化會不會受到影響 下一頁 那這其實是中油自己的那個資料 就過去他在大潭藻礁溝通平台 他們自己提出的說明的簡報 事實上中油自己的調查也可以看到 事實上大潭這邊的大型藻類的數量 事實上是蠻多的 然後生態是很好 再下一頁 那而且中油自己調查的那個生物多項性的指數 事實上大潭這邊算是也是相當的好 再下一頁 然後過去學者也有發現說 平行海蹄的 平行海蹄它事實上對海洋生物的誘生 或孢子會造成嚴重的影響 因為很多海洋生物 就是它的生命死落 它的生活死落 說有一個平行海蹄設在那 它將來游出去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再游回來 那事實上對這生物是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過去2000年的時候 觀塘工業區有一部分的填海造地 那事實上已經造成很嚴重 無法挽救的後果 而且只是說當時還好是沒有平行海蹄 就是它兩道圖蹄還有比較寬的間隔 可是這樣來蓋下平行海蹄的話 事實上對於這邊的生態就會造成很嚴重的衝擊 再下一頁 那溫博張老師他在國外發表的那個期刊文章裡面 有講到大潭G2的魚類豐富性與多樣性是最高的 而且認為海岸的開發會影響到 藻礁的魚類族群 然後也會影響到當地的魚 再下一頁 那再來是兩公約 施行法跟金色文公約還有公正公約 事實上都明文保障我們的文化權 那客家基本法也有要求說要保障多元文化傳承跟發揚客家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 然後把地景納入客家文化的族群與記憶 所以我們認為說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要去考量對海客文化的一個衝擊 而這個地方是我們客家文化的重點發展區 而且也是有全台非常罕見的客家漁村聚落 然後它的圖題效應會衝擊我們全台灣唯一的客家漁港 就是永安漁港 而且過去相關研究有指出 藻礁生態系所支持的海洋生物資源 是海洋客家文化的資源基礎 然後要保存完整的海客文化 首先就要保育桃園沿海的整個藻礁生態系 下一頁 就是剛剛講的相關的論文 就是我們認為是要保存完整的海客文化 應該要保育桃園的藻礁生態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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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請環境法律人 沒有 那潘老師有嗎 我們請那個珍愛藻礁公投李賢仁 潘中正老師 大家好 我想我們今天其實主要就是要求海保署 請即刻啟動大潭藻礁自然地景的審議 你啟動就好 第二 我們也要求海保署 你以保育機關 主管機關來召開藻礁保育的聽證會 那我有三點提出來 我這第一點其實是補充說明 剛才律師們提到說是 2016年的11月開始提出自然地景的申請 其實不是 我們2015年就提出申請 待會兒有證據 第二個我要強調 海委會一直在謝責 那最後一個 我要請教海委會主委 你是不是蒙騙了國人 蒙蔽了我們的總統 好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在2015年5月26號 就向桃園市政府申請為自然地景下面的自然紀念物 那個時候鄭文燦市長剛剛當選不久 我們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 所以算起來這個應該要啟動的時機往前推到五年半以上 好 下一張 我說海委會推卸責任 你們在這一次要開類聽證會之前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還是在強調看紅線區 依據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國定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 仍應由地方主管機關送海洋委員會審議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同一條 第四條 它的第五款確實是這麼前段是這麼說 但是我們看最後紅線的倒數第二行最後一個字開始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一德進行指定 你們明明有這個權限 當地方不作為的時候 你們是有義務要去進行指定的 所有的資料包括農委會委託中央研究院這些學者做出來的資料 都證明這裡該化為保護區 你們也不願意做 我說你們就是推卸責任 但是記者會我也說過了 各位公務人員你們辛苦了 但是這個問題難道就要讓它這樣卡死嗎 就要這樣輕忽我們的環境 為那只有二十幾年的過渡期 要犧牲我們七千六百年的藻礁嗎 最後我要提出我的證明 我這裡的資料 證明我們海委會的主委 蒙蔽我們的總統 看下一張 這是去年五月十三號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向Mission Blue這邊呢 取得了一些資訊發現到 我們請總統回信給Mission Blue 但是呢 我們一直沒有接到對方告訴我們說他們收到了 然後我們向總統 總統府的電子信箱去詢問 結果回信是這樣說 五月十三號你致總統電子信箱收息 經查本府於四月接獲 二博士來函後 隨即函請行政院轉請主管機關處理回覆 海洋委員會李仲威主任委員 業於本月十三日正好就是我當天 說五月十三號呢 他已經親赴二博士了 好看下一張 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這個文啊 所以我就在 右上方 六月二十三號 我請教海委會主委 我說 這個 經過總統府電子信箱回覆呢 說你們有在五月十三號 有親自回覆了 那可以讓我們看看這一份 你們回覆的內容嗎 因為這個是一封公開信啊 這個公開信 這個公開信 我們的主管機關回覆這個公開信 公開信 而且是代表總統回覆喔 那這個信 難道我們全國人民 不可以看嗎 我們看下一張他怎麼回覆 他說 有關本會回覆 習威爾二女士的私人信件 應涉及隱私範疇 我真的是覺得奇怪 我們老百姓好像是 就不是主人啊 由他決定這是不是隱私 然後呢 他就不給我們看了 然後到今年 好下一張 我們看到 我們請陳交華委員 國會辦公室去函 我們說這一封信 是不是可以公開呢 他們還是這樣回覆啊 有關要求本會公開 108年5月13號 回覆習威爾二博士的 直接信件函 應回覆私人信件 這個叫做回覆私人信件 攸關我們國家這麼重要的 環境議題的公開信 他說這個叫私人信件 涉及隱私權範疇 各位如果在場有記者朋友 幫我們宣導一下 這個叫做隱私嗎 好 就算是隱私 我們往下看 我認為這是政治醜聞 第一個 蔡總統到底有沒有看到 MB主席的這封公開信 我們質疑 第二個 如果總統沒有看到 是誰攔阻了 蒙蔽了 那又是誰去指定 海委會主委回覆的 那海委會主委真的有回覆這封信嗎 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海委會主委有回覆這封信嗎 如果有回覆 他會不願意公開嗎 這是沒有辦法公開的事嗎 那最後 MB到今年十月都還沒有收到信 我們大家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 應該是沒有回覆了 如果沒有回覆 海委會主委 為什麼要欺騙 是誰要他來騙 騙的是誰 騙的是總統啊 騙的是全國人民啊 這個嚴重的醜聞 我們認為民間黨政府應該要出來面對 我們也非常期待媒體朋友來幫忙 報導這件事情 這是對於公民最基本的交代 好 等一下也請海保署來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提問的部分 就是上述的問題 那不知道這邊還有沒有其他的提問 那沒有的話 我們等一下如果還有問題再提問 那現在就是我們 總共有 第一 陳昭倫研究員是五個問題 然後陳憲政律師 蔡岩律師 總共六個問題 那潘中正老師 這邊 這邊 九個問題 是不是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好 那我想麻煩我們行政部門 還有中游這邊 回答的時候麻煩你們 我們針對 回應 誰的提問 第幾個問題 請你們 就是 就是先說明一下 那我們先請哪位 那請到前面這邊來回答 好 那中游先好了 副總 方副總 謝謝 謝謝 需要我陪你嗎 需要我陪你嗎 可以齁 好 主席 各位公民團體的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主管機關 各位長官 大家 午安大家好 那麼 今天的公聽會 提了這麼多問題 我覺得 是一個考試 比我當年考高考還難 不過試圖地去做一些說明 三界這個案子 經過了 環差的一個審查 那麼環評本身的一個精神 就是一個回避 減輕 或是異地補償 這個一個觀念 那麼在三界呢 是最符合 我們未來的能源政策轉型的情況下 那麼 既然不能回避 那就只好採取減輕的方式 因此呢 在這個整個環差的審查的過程中呢 歷經了相當長的時間 那在我的印象中呢 我們公司所提出的一個規劃跟設計呢 跟公民團體所想的內容呢 就好像是兩條平行線 從頭到尾都在那邊走 那麼審查的過程中呢 我們聽到了公民團體的意見 我們聽到專家學者的意見 因此在我們的規劃上呢 就逐步地去調整 那麼也就是說 更逐步地靠向公民團體 所主張的部分 那分別呢 就是用了一個回避方案 回避替代方案 最後進而到了一個 回避替代的修正方案 但是這整個過程中 到最後何定呢 通過這個整個環差呢 我們回口想一想 我們發現公民團體 它這條線呢 始終是維持在原來的路線上 從來沒有去做一些調整 那麼一個案子開發呢 最後要把它做好呢 是應該是一個很大一個團體 能夠互相的去了解對方 互相包容對方 進而對整個環境呢 以及經濟的發展呢 都能夠共享共融 那不論如何 那最後是通過了 從而進行了一個工程上的一個進行 那麼其實公司來講 開發單位也希望就是說 公民團體能夠協助呢 我們開發單位呢 能夠共同的努力呢 保育這個藻礁的生態 或是柴山多杯孔 那麼這我想做一個 先一個大環境的一個說明 至於說幾位呢 提出來一些意見呢 那麼我把 我這邊有記到的部分呢 能夠做個說明 有提到的就是說 陳博士有提到的就是說 在環差的審查過程中呢 我們提到的說 生態不好啦 生態不佳 如何等等 這個部分我想就是說 在所謂生態不佳不好呢 其實它是一種比較性的 那麼這比較性呢 是拿大潭這個海域 來去跟關心藻礁保護區 陳博士所提到的這個 陳博士有五題第幾題 我這邊記錄 現在好不好意思 那個副總 還有各個我們各單位的出席代表 因為現在我們要把那個 每個問題跟回應 我們要更聚焦還有更明確啦 那當然今天就是能夠回應多少算多少 那如果沒有完整的 就是麻煩就是在會後在韓文到本辦公室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些爭議能夠有類似聽證的效果 就是讓民間單位的團體的意見 還有我們學者的意見 能夠公部門負責任的去回應 所以精神在這裡啦 也不是找麻煩好不好 那就這樣子 那再繼續 那是不是允許我用他們的這個簡報 因為可能在我們手記錄上有所不足 那是不是就從陳博士這個第一題 建議什麼 程序問題就是說 我建議就是現在打出來的這一個題目 就針對這個題目 一題一題 請可以回應的 那個公部門代表 對 來回應 這個 這個處理好了 再換下一個這樣 可以 像這個很簡單嘛 有沒有 總有 那等一下海保會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內政部 桃園市政府 如果你們相關可以回應的 就 一併 一題一題回應 謝謝 那請 首先這個Q1這個部分 提到的就是工作船的擱淺 是不是會傷害財山多杯孔嘛 那我想那個圖片 我想陳博士講的是這個大圈圈這個區塊 那這邊斷掉了 大概指的是這個部分 不准 主席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4月9號線刊的上面這一個 這個有一個裂縫的財山多杯孔 那編號在我們中有的編號是G1之一之四 那我們4月8號的時候去拍照的時候是沒有這條裂痕的 那事件發生是在3月27號的時候 28號的時候 對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事先沒有知道這個題目 所以我資料沒有帶 但是這個照片我們後續會補給主席 那你知道說我們4月8號的時候也有到現場去 然後也有拍到這個也有拍到照片 然後那時候是沒有 沒有所謂的這一條裂痕這樣 你說你4月8號去是沒有看到的 是 好那我們請陳博士 所以我再問你這是不是同一株 同一株 是不是同一株山湖 我說照片上這兩張照片不同的時間上拍的這個 這個山湖是不是同一株 我只問你這個問題請你就我的問題回答就好了 是不是同一株 因為我不管你的編號 我只問你說照片上面 是右上角還是中間 中間那個大圈 中間上下的圈圈裡面 是不是同一株 一株山湖 對 是不是 如果是 如果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就好了 這種陳博士這種題目有引導的效果 我想我還是說明一下 我們4月8號去拍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所謂這一張4月9號線刊所謂的裂縫的 那4月9號陳博士拍到有裂縫的 那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4月8號的時候是沒有裂縫的 請記錄下來這句話 然後依照大家的工作效率應該能不能請你的那個幕僚單位 把那4月8號的照片現在傳過來 讓我們馬上可以對 我不曉得再主席能不能領取我這樣做 現在是4月9號的照片 這一張 現在是4月9號 那你現在是要求有4月8號的照片 對 我說 現在應該可以從幕僚單位馬上把照片調出來 讓我馬上比對 到底是不是這一株珊瑚 好 那就麻煩4月8號 你給陳博士看 你有沒有把它打出來讓大家看 因為這個是有直播的現場 立法院的公聽會 應該要打出來給大家看 你現在有照片 你現在有照片 那我們助理在那邊 你傳給他們好不好 然後再秀出來 那就先這個部分 那這一題是這樣 報主席我也提議 以後類似這種公聽會的話 既然要我們現場回答 就應該事先把題目告訴我們 我們才會 對啊 所以我剛剛說 如果不足的 就是回去再書面回應 那是不是第二題我先做說明 好 請第二題 第二題麻煩把圖片 我想陳博士指的是說 這個棧橋區域附近的財產多杯孔 這個部分在陳博士呢 也有提出來說他自行調查呢 在這個預定的棧橋縣附近呢 有財產多杯孔 那我們也承諾呢 在我們棧橋施作之前呢 會去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去做一個調查 那麼如果說 在有的話呢 我們會把這個棧橋縣呢 做一些調整 不去影響到這個財產多杯孔 那麼在施工以前呢 我們也會下去調查 那麼我們這個確實也做到我們 環評上所承諾的事項 我們施作以前呢 有去做了調查 但是呢 對於陳博士所稱的這些財產多杯孔 我們是沒有發現的 那麼 這是我想說明的部分 那現在既然有那個GPS的位點以後 那是否可以請中油提供現在在GPS位上面的那些珊瑚的狀況 讓我們知道呢 你指的是哪一個GPS的點 後面不是 我後面不是有那個嗎 這些點位是不是 對 點位那就是我紅色標旗的位置 就是在那個站腳附近200公尺範圍內的財產多杯孔三湖的位置 那就是你們站腳在施作的位置的附近 那我既然提供了 那能不能請那個 請那個中油就目前的狀況來 就是後續去做 追蹤讓我們知道目前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它有沒有傷害到財產多杯孔三湖 是不是就我的認知這些點位是我們目前才知道的點位對不對 不是 這我們現在才知道的是 對 我們現在才知道的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做GPS定位 然後下去去查看 才知道現有的現況是如何 我跟主席報告 這邊文章在今年的7月已經上線了 然後這個是免費可以下載的文章 那我們也開過記者會 也把所有的資訊都已經公告出去了 對不對 從今年的7月到現在 這個已經是網路上可以找得到的資訊 不是我鎖著不讓大家知道這個資訊 所以很遺憾 很遺憾 我們開過了記者會 把這所有的資訊都公開了 那可是我很遺憾聽到說 你完全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GPS的位置 對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謝謝主席 我想補充一點 因為今天這個公聽會 其實本來公聽會 就應該是這樣來召開 把一個事情一個事情釐清 那謝謝副總剛剛的說明 那當然因為臨時讓你來這樣回應 其實不是很恰當 謝謝 那我想應該有一點 我想主席也說了 有時間這個彈性 但是我想你剛剛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做的調查 那所以我想主席這邊應該釐清就是說 什麼時候做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有沒有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內容是不是可以公開 這三個問題 剛剛提到就是說 四月有去線刊 那四月的調查 這個明確的時間 那這個報告 是不是什麼時候可以提供 不是四月的調查 而是這個棧橋的施工之前 針對 所有的調查 針對棧橋施工附近 到底有沒有財商都被孔珊瑚 這件事情 剛剛副總說的是有調查 那我們要問的是 什麼時候的調查 誰做的調查 這個調查可不可以公開 有沒有一個報告 好 陳律師 針對這一點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跟我剛剛問的問題是一樣 因為有關於棧橋區的施工 當時的環平承諾 總而是說在施工前 他們去做調查 那我們也希望他說明一下 他是用什麼方式去調查 為什麼我們專家學者說 他有找到 他們說全部都沒有 這個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我問一下 就是說現在所問的問題 就是在當初環平環差的時候 都沒有報告 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有調查 蘭橋施工前有調查 那請回答一下 什麼時候調查 然後有沒有報告 請回答 時間點我不記得了 但是都有做過調查 也有報告 那麼這些報告呢 在每一季的環平督察大隊 來到現地去做審查的時候呢 那麼會陸次的向這個環平督察大隊呢 做報告 可以回答嗎 你是負責執行的主管單位嗎 負責執行調查的可以回答嗎 好 報告主席 有關於柴桑施工前的一些生態調查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底的時候就有調查 那這份報告 我們手上也都有 那會後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供 那有分兩個階段 分兩個階段來調查 這個以上報告 請問你說去年嘛 去年什麼時候 我先報告主席 明確一點好嗎 現在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都忘記了是不是 對 會把明確時間 就是棧橋附近的調查 對 整個棧橋施工區域的一個調查 對 六米以前的部分 調查寬度是180公尺的一個範圍 所以現在沒辦法回答 是 時間啦 確定的時間 好 謝謝處長這個說明 我覺得可以 但是2019年的 年底的這個調查 是時間不確定沒關係 那這個調查的名稱 跟找誰做 那麼有沒有一個確實的 一個書面的報告 有 有嗎 有嘛 好 那請主席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這一份報告 就是2019年的 這個 棧橋施工前的 生態調查報告 是一份嘛 是一份還是兩份 一份 好 謝謝 好 那就是針對造 蘸橋的這個生態調查 你說做180公尺是嗎 還是 6米水深淺的部分 對 6米水深淺的部分 寬度180公尺 按6米水深淺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調查 因為從過去的資料來看 所以2019年做過一次 好 那謝謝 那繼續 進入到第三題 第三 第三 第三題是 好 這個是剛剛的 4月8號的圖照片 那先看一下好嗎 說明一下 先說明一下 這個 跟主席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4月 左邊的圖是4月8號去拍的 那右邊的圖是應該是陳博士 因為我們是影製那個環境資訊學報上面寫的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4月8號的時候是沒有沒有破裂的 那4月9號有破裂 那我們事情發生是在3月多 就這樣 是 這個是不是同一株 怎麼確認呢 左邊這個是4月8號 你看這一部 這部地都是死的 這部地都是活的 這部地都是活的 整個是活的 拍個風 我說 這個都是死掉的礁 這邊才是活的珊瑚 這一塊 這一塊很大塊 就是我們4月9號拍那一塊 很大一塊 這一塊是整個是活的珊瑚 所以如果從照片看起來 這一顆跟這顆是不離不同顆的珊瑚 你不能把它拼起來 變成是一樣的東西 跟主席報告 這個的確是同一顆啦 那只是我們拍的是比較遠一點 那右邊那張圖是比較近一點 這不是很清楚啦 所以 你看這個 那天我們兩個在那邊斬半天 斬到角度一樣 那這個在這邊吃 那這邊 所以我來問我 也會這樣 在這邊 沒有 破是破這邊吧 破是破這邊喔 這一塊破嗎 應該是超級距離啊 是不是 沒有那種 它就變成賣進去 所以它就又下降了 主席我想這個其實有沒有 陳柏絲有沒有建議 誰可以來鑑定這兩個的 是不是相同 沒關係我想 因為時間的很寶貴嘛 那這個爭議 我們在開協調會來確認 像這種 就是很難現在我們就認定的事情 第一個問題有關4月8號、4月9號 我們在辦公室開協調會來確認 好嗎 那剛剛有關第二個問題 就是棧橋附近的這些生態 是不是有先做調查 調查後再施工 就是這個要再提交報告 那現在第三個問題 這個我想可能要主管機關來做說明比較好 這個你說誰說明 這應該是主管機關 那我們先請那個桃園市政府 還有農委會有來嗎 還是海保會 海保署 那海保署請到這邊好嗎 副署長 桃園市政府也請過來好嗎 好 沒關係 主席我們中游來邊是不是可以請坐 好 那個 就是請 請 那邊先坐就好了 方副總 你們可能等一下還要回答 您就坐那邊 好 包署 因為這是當初林務局的生態調查報告 那我們 我們並沒有收到 收到這樣的一個 海保署 我們 我們並沒有收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案子 所以我想是 林務局有轉給你們嗎 有沒有轉給你們 不好意思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那業務單位 你問一下好嗎 麻煩那個副署長 問一下你們 海保署業務單位 那請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這邊發言一下 我們之前有看到林務局的這份調查報告 那陳老師這邊有建議就是將 從 關心藻礁大潭到白玉市化為 南桃園的藻礁生態系衍生動保護區 那這個就跟 要不要畫自然地景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市府其實就已經在啟動相關的調查 不管是複殺生態還是問卷調查 其實都一直有在做 那今天的公廳會其實是針對 如何保護桃園珍貴的藻礁生態 那桃園的藻礁不是只有大潭藻礁 桃園應該有27公里的藻礁 那其實許出港濕地 已經化為國家級重要的濕地 那它的沿海的長度其實有10.5公里 它也是有藻礁 那關心野生動保護區 它的海岸線的長度是4.3公里 也都有化入藻礁 也都是有保護到藻礁 所以其實整個27公里裡面 17.8公里的藻礁 我們已經做了相關的 不管是地法 還是野生動保護法的保育 那市府這邊的原則 基本上就是針對關心藻礁 就是要保護的 那大潭藻礁要調查 所以針對剛剛有提到過的 相關的一些調查的一些執行都有在做 那之前我們有開過專制會 可能針對我們的調查的數據 其實不太足夠 那這些數據不夠讓委員可以認 說它可以進入到列車追蹤這一塊 所以我們還是在啟動相關調查 那生態調查的部分 它已經執行了兩年了 那其實認真完整的生態調查 可能要執行到五年 那這部分的調查 我們都還是會一直持續 以上 好 那張律師 依據剛才桃園市政府的回應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接著再問 你剛才提到的是針對大潭藻礁的 這幾公里的部分 有持續的再調查 並且有調查兩年 而且有召開相關的會議 請問一下召開了幾次會議 然後調查的部分 是否有編列了多少的預算 是委託哪一些單位去進行調查 調查線刊的次數日期 有沒有相關的報告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已經有收到 林務局的計畫成果 還需要再去進行調查 而且還調查了 又花了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到底實際上 花了多少錢做了什麼 有什麼產出 麻煩請具體的說明 有關調查部分 因為還在持續進行中 所以這部分是不能做公開的 另外 林務局的報告 是針對野生動物保護區 之前環團提給我們的 是針對自然地警 所以它是兩個不一樣的法律 所以要調查的內容 也還是會有不談一樣 我們兩個都還是在諮詢 畢竟這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這擴大的話 我們其實還是要跟中央機關 跟中央機關一起討論 之前是說要跟林務局討論 那這一塊已經移到海保署 所以如果要化為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話 我們還是要跟海保署這邊 做一個相關的研議 以上 這樣回答OK嗎 好 潘老師 桃園市政府 請再留步 剛剛桃園市政府有說 他們有開過審議委員會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審議的內容 可以請你公布一下 就是這個審議的結果 應該要公布 我們才能了解 委員們怎麼看待這一塊 為什麼中央院學者呢 做的是這麼的豐富 而我們桃園市的這一些委員呢 竟然認定他不足以化為保護區 這個應該要來做一個核對 所以麻煩這一個部分呢 資料提供給我們這邊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一直強調要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那調查是另外一回事 就像現在你發現到了古蹟 那這個工程呢 是不能進行的 是要先啟動審議 然後這個工程停下來 才做調查啦 我覺得這個程序上你們是相反的 所以才會拖到現在 一直到整個海上海事的工程 都已經破壞藻礁了 還在做調查 我覺得這個不對 程序上是你們先啟動審議 一啟動審議了 工程就該停下來 我覺得你們不要再 故意拿這些法令來玩弄 就是說當你發現到古蹟 或者是像這樣的自然地景 你們啟動審議就好 啟動審議自然有時間去判斷 去做調查到底該不該化為 古蹟或者是自然地景 那這個有半年 如果半年大家還無法確認 可以再延半年 這個都是可以查資料查到的 但是你們五年半來 兩個單位地方跟中央都不啟動 都不啟動 然後等於是縱容了中油在這裡開發 我們對這件事情是不滿意的 這是我們要質疑的 你現在都可以啟動 就是地方主管機關 或者中央主管機關 進行代理都可以直接啟動的 因為已經很危急了 已經被挖了 已經被埋了 你們還是不當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就是要 來釐清這些爭點 你們是不是有義務要去啟動這個審議 是 那就開始啟動就好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請問一下 桃園市政府 請問一下 雅惠你是 科長 請問王科長 就是你剛剛提到就是 因為調查 有在調查嘛 對不對 然後還沒有調查完 是不是 那你們有 有發包或招標嗎 有相關的預算去做這個調查的計畫嗎 那這個計畫是有上網嗎 有公開招標嗎 我們都有公開招標 有公開招標 那完成了嗎 還在持續進行中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做的調查 我們生態調查要做五年 每一年都需要做調查 是什麼時候開始調查的 108年 你們是108年 那這個調查報告可以提供嗎 這個內部的文件沒辦法 對 公開招標的調查報告是內部文件嗎 應該是說 我們要評估說 這個地方要不要化為自然地景 或是野生東保護區 其實相關調查資料要很多 然後我們是請專家諮詢委員來做調查 不是審議會的委員來做 不是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 來提供給我們意見 不是審議會的委員 來提供給我們的意見 那原則上 妳是請審議會的委員調查 不是 請誰 調查的話是另外發包作業的 是有公開招標 都有公開招標 請什麼單位 這個我們是內部的東西 那我沒有被授權 有公開嗎 我沒有被授權可以回答 那標案的名稱是什麼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妳有公開嗎 妳有公開嗎 我應該是說 這個題目 我沒有被授權可以回答 對 但是都有上網招標 誰得標 誰得標 這個有那麼神秘嗎 這個案子 其實 因為你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這個調查 怎麼可以說是這個 會後我們向府內請示一下 可不可以做提供 對啊這個不行耶 這個不能這樣耶 用納稅人的錢去做生態調查 怎麼可以說這是保密呢 那個 報告主席 我可以幫台灣市政府 市政府回答 因為我本來想去標這個案子 可是金額太大 我沒辦法標 應該是海洋大學標去的 所以 沒關係 就是 如果你們是每年的調查 剛剛提起來 那現在是第幾年 生態調查今年是 109年是第二年 第二年嘛 那108年已經完成了嘛 108年的 去年的 前年 108去年的已經完成了嘛 你現在是第二年嗎 對 現在是 那你108年有報告嗎 調查報告 這個我內部要回去問一下 對 我們 本辦公室會發文 請你們提供 那請你等一下再跟我們助理說 你的調查報告的名稱 委員 謝謝 委員 我有個想法請教 就是說 他們說這個調查是五年 那他們的意思難道是說 五年後再來大談藻礁 是不是該化保護區嗎 我想不是這樣的 如果所謂的自然地景的審議 是當我們人民 或者機關團體有提出這個地方 可能疑似 他們都應該要啟動 這一個審議就對了 你不必做調查 你就先做審議 然後就有一個期間 你去做調查 但是絕對不是你們現在說的 這個五年調查期 等你五年調查期來 整個通通藻礁都破壞光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實際的程序 這個我想等一下或者律師 有法提報就要審議 請回答就是為什麼都不審議 應該是提報之後要先進入列車追蹤 要進入列車追蹤之後 才會去做評估是不是有值得保護 才會進到審議會 不是直接提報之後就進入審議會 但是現在這些都是國際期刊發表的 這個一級保育類 那這樣資料還不夠嗎 這已經發表了 我們之前收集了相關的資料 就是進行專家諮詢會議 先評估看看能不能到列車追蹤 我再講一遍好嗎 這個專家學者中研院的調查報告 已經又在國際期刊發表 那這樣子的資料提報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能夠列車追蹤 請你明確回答理由 我們覺得資料還是不足 就我們政府機關調查的報告 然後還有領務局的相關的報告 我們覺得還是 哪裡不足 可不可以回答 請 我們之前有做過飄沙調查 那在大潭藻礁部分 飄沙的變動率大概10%到20%一直變化 如果你要畫保護區的話 你一定要明確的範圍 那個範圍一定要出來 對 你這個範圍沒出來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那另外生態調查部分 我們也想知道說 那邊的生態環境是怎樣 生態 那另外扯到生態 你到底是走文資法還是走野動法 這一塊我們都還要再做演繹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有持續 跟還包署做討論 我想這個 我們王科長應該 應該不是從104到現在就擔任科長 沒有 因為桃園在地聯盟是104年就把這個公文申請 所以從104年到105 106 107 你們一直到108才開始展開那個調查 主席我想請問的就是 桃園市政府在這個過程之中 針對林務局提供的這個資料 到底有召開過多少次的討論會議 最後去決定 因為要訴求的是大潭 結果他們要決定的是做27公里的調查 這裡面是差很多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所以這個其實是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可不可以今天主席可不可以決定一下 就是說請回去以後決定一下 從104年收到公文以後 桃園市政府針對這件事情 召開過多少次的會議 誰參加 那這些召開的會議的資訊 他的會議紀錄可不可以公開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什麼機密的事情 是討論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決定從大潭變成全潭27 他講的是有道理 就是你要了解嘛 你要畫多大 這是有道理的 但是這個中間的過程是怎麼回事 另外在106年8月3號 桃園市政府是喊回覆給農委會說 那就請你直接指定就好 那你既然又直接請你直接指定 你自己為什麼又去做調查呢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那你說不通 就是你既然回覆農委會說 那你就直接指定就好 好像是我地方政府請你直接指定就可以 如果是你剛剛這麼多擔心的話 你應該告訴他說不 你這個不夠 我要進行27公里的調查 對不對 主席有沒有聽懂了解我的意思 這應該很清楚的說明 因為你說他這麼多錢 來做這個調查 你要做這個調查 有這個必要 怎麼過程 怎麼形成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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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剛剛你說的所謂這個調查 是27公里的調查嗎 我們飄沙調查是24公里 24公里 你們做飄沙調查 對 那請問那個經費是多少 這個我要回去查一下 因為連中油都沒有重做飄沙調查 你們還幫忙做飄沙調查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大家都知道澡礁那邊的行程 飄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環評委員都沒有要求他們做 你們自己 中油有做 他有做飄沙調查 中油做了你們還要做 那剛剛那個朱執行長問的 你是說現在27公里 你們就是現在做的是這全部的調查 對不對 然後你們開了幾次審查會 然後這些會議紀錄要提供 是不是可以提供 這個我要回去內部請示一下 才知道可不可以 就還有你說中油已經做了 那中油做了 你顯然是不認同中油做的 那所以你應該有一份資料是中油做的 你們不認同 而且是專家認為不認同 那請你把這個資料提出來 你才要再去說中油做了不算 我要再去做一個 我桃園市政務要再做一次 我要花那麼多錢去做 那這個應該有道理 那你一定有經過一個過程 請把這個過程 時間 誰參與的講清楚 說明白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那你再做一次 而且要花個從104到現在 還要再做5年到112年 花了8年做這樣的調查 有必要有道理 錢要花 那這個要給清楚 好不好可以嗎 那地層的部分我們回去整理一下 那如果可以提供的話我們再提供 現在就是很神奇啦 就是說假如每一個自然地景的提報 那政府單位都會這樣去編列預算 來做這麼詳細的調查 這個是有違常理啦 那請教一下你們現在的預算 是用什麼單位的那個經費去做這個調查呢 用什麼單位 你現在是農業局嗎 不是我們是海管處 海管 海岸管理工程處 海管處你們是用什麼預算去做這個調查 海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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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知道吧,這個計畫多少錢,你都不敢講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標案 我們剛才上網查到的是在2019年1月20 更正2018年就是107年12月23日公告的一個標案 這個標案的採購名稱是 108年度桃園市富林西南岸至後湖西北岸 藻礁區調查及保護評估計畫 然後它的採購單位是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那它的預算及預估採購金額是236萬4千元 那這個案子已經有絕標了 但是絕標必須要登入會員才可以查詢 那因為我沒有會員沒有辦法查詢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說 台灣市政府是不是這個標案 講一次金額多大 236萬4千元 但是絕標金額是多少我不曉得 一年的計畫嗎 還是五年的計畫 這個計畫就五年236萬這樣 對,那我想要了解的是 這個訊息有點錯誤 我剛剛說的生態調查是五年 然後剛剛律師這邊講的其實是飄沙調查的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計畫 現在講的這個是飄沙是不是 對,它是飄沙的 飄沙也是五年嗎 飄沙,我們那時候 預定是執行107年到110年 就要執行四年度 飄沙 對,飄沙我們從107年度就開始了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標案 對,那生態不是這個 還有生態的 那這個生態的預算是多少呢 這個我不知道 對 因為這個議題都沒有先拋出來給我們 其實我們沒有準備任何的資料 對 所以如果需要的話 可能就是 會後再回答吧 對,我們府內要再請示一下 對 好,那現在了解就是說 針對自然地景的申請 那桃園市政府有在進行調查 從108年到現在 那請提供這個相關的會議記錄 還有計畫的執行的報告 然後為什麼要重做調查 為什麼已經提報人 像有一些學術單位已經都有報告了 那為什麼桃園市政府 還有環評也有很多報告 為什麼桃園市政府 反常的要重做調查 是不是可以告訴大家這個原因 到底哪裡不足 那你說飄沙不足 但是你剛剛也說 中友也有重做飄沙 這樣說好了 當初中友在環評的調查的資料 好,那很多人都質疑他 所以我們還管束成立了之後 才會覺得說 好,那我們要開始啟動這樣的調查 那我剛剛說 中友有在持續調查 是他的環評承諾裡面 有承諾要持續進行的 所以桃園市政府的意見就是說 你們要全部調查完畢 五年才能夠重做 就是再來啟動那個 自然地景的審議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只要有調查數據出來之後 我們都會召開 就是五年是不是 不是到全部的五年結束 我們都會召開 但是今天要請你明確的代表 桃園市政府說明 那你們到底要到什麼地步 才能夠重啟那個審議 才能啟動審議 因為你們之前那個 關心工業 關心那個地景自然保護區 好像是沒有這樣子的嘛 你們之前的保護區的畫設 自然地景的這個畫設 並沒有說你們 又花五年的時間去做審議 那為什麼讀讀這個案子 好 請派老師 我舉一個案例就是 關心藻礁呢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由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那個時候提出是自然地景 還是自然保留區的審議 後來地方跟中央 就直接到現場現刊 現刊了之後呢 他們經過一年吧 大概就是一年 對 經過一年就確定 就列策追蹤了 也就是說那個一年的期間 就叫做審議啊 他們就是也不是審議嗎 所以什麼是審議呢 就是啟動審議 你宣布我們現在要開始啟動 那工程就要暫時停下來 後來那個工程是停下來 然後第二年列策追蹤 好 我們請王科長回應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2008年 就是到2009年 你們接受提報 然後就啟動審議 然後大約一年的時間 就完成這個畫設嘛 那時候也沒有說再去編預算 再去重新做調查 那為什麼這兩個案子 會差異這麼大 而且那時候 也沒有發現那個一級保育類嘛 那時候有發現嘛 那時候也沒有發現這個 一級保育類的這個 採山多被孔啊 還有很多 生物多樣性 那為什麼 這裡已經發現了 反而沒有審議 好 請回答 我想可能要先釐清一下 審議到底是指野動法 還是文資法 因為當初我有看到 確實它有一部分 是有列策追蹤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 關心藻礁是用野動法 化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現在如果我們要依野動法的話 現在有柴山多被孔 珊瑚一級保育類 應該也是 就是這個資格更完備嘛 就可以直接畫設了 如果是說 依照當初 畫設關心的這個標準來看 如果是按照關心 藻礁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話 還要請中央這邊先畫棲息地 他要畫棲息地之後 我們評估有值得要化為保護區的 由市府這邊來畫保護區 所以這部分 我們都還要跟海保署做一個演繹 保護區 好吧 那我們先請海保署來回應一下 好 等一下那個張律師 我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您剛才有提到就是 桃園市政府現在已經有發包 在做飄沙的調查 還有生態的調查 那並且也有開過審議委員會 那請問一下 你們開這個審議委員會 它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我想我剛還是有在呈現過 我們不是開審議委員會 我們是開專家諮詢會 那你們開專家諮詢會議的 法令依據是什麼 我們希望就是 藉由這些專家學友來幫我們看 這些問卷調查 或是生態環境調查的結果 能不能作為一個列車追蹤的依據 對 那法令依據是什麼 文化資產保存法 是文化資產保存法 所以你們開的專家諮詢會 是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開的專家諮詢會 對 那這些專家諮詢會的會議紀錄 可以在事後檢附嗎 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 應該有相關單位跟我們要過 那因為都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不方便提供 沒有 開過的會議 已經開過的會議紀錄 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就是斷章取義 我們研究調查報告 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要整體性來做評估 如果一年一年來說的話 這樣子大家太容易斷章取義了 至少日期可以有吧 這個日期 之前我們有提到過108年的1月 108年的1月就有開過專家審議會 是依照文化資產 專家諮詢會 是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開的專家諮詢會 應該是說我們請委員幫我們看說 能不能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進入到列車追蹤 但委員都覺得 我們調查的數據真的太少了 他們沒辦法做評估 希望我們再持續調查 謝謝委員 所以可以公佈那個委員名單嗎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都算是 不能公佈會議紀錄 不能公佈委員名單 然後決定五年調查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那我們請那個 還可以公佈 還可以公佈 那個 不公佈會議內容 有會議紀錄嗎 沒有會議 連會議紀錄都沒有 這個我們也沒辦法提供 不好意思 這是 請問是誰的決定就是不能提供 是誰的決定 因為我們其實都一直還在做調查 就是你們就是有一群專家學者 專家諮詢會議去做決定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希望這些委員 可能會被人家打擾騷擾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之後真的找不到人 來幫我們做那些調查 或者是提供意見給我們了 所以就是這些專家學者的決定 如果要進入審議會的話 就會是回歸到審議委員來做決定 那我們只是先請專家學者 幫我們評估看看這些資料 那這樣為什麼可以依照文資法呢 去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我們是請委員幫我們看 能不能進入到 依文資法進入到列車追蹤 所以這個有 真的有會議記錄嗎 這個都有做會議記錄 但是真的沒辦法提供 好 了解 好 請那個海保署 是 主席 剛剛王科長提到的有關於這個 野生動物重要棋域環境的畫設的問題 當然最主要根據這個 這個野保法適應系的第十條的規定 只要地方主管機關 好 現在政府他們提供這些需求 還有相關這些調查資料 當然就可以由我們海保署 來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 來劃設這個重要氣息環境 好 以上 請問就是一定要地 就是依文資法 還是依這個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保法 的規定也是同樣 那棋域地你們畫了嗎 沒有 你們現在可以畫嗎 現在還是 主要還是由地方政府 他們 他們提供需求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 進行評估 再去畫設這樣子 那請桃園市政府科長 你再來一下 你剛剛說只要那個海保署畫棲息地 你們就可以依野生動物保護法去畫設這個什麼 自然地景保護區 保護區 是嗎 那剛剛海保署說你們要申請 你的意思是這樣 海保署說桃園市政府要申請 因為問題在你還沒申請 那你們可以申請嗎 我們就是剛一直有在講 我們正在做調查 一直都有在做 現在就有一級保育類動物 那你們有一級保育類動物 還不申請 那現在海保署的調查報告 也有一級保育類動物 那你們就是還不申請 是這樣嗎 因為相關的數據還是不足夠 那你剛剛為什麼要說 因為他們還沒畫棲息地 那你怎麼剛剛不說 是因為我們還沒申請 我想依照法律上的文字 就是由中央去畫棲息環境 那地方政府這邊覺得 需要畫保護區的地方 就進行畫棲息地 好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不需申請 他們就可以畫棲息地 是這樣嗎 不是 所以你們還是要申請 他們才會畫棲息地 那你們可以申請嗎 如果資料充足的話 這樣還不充足嗎 海保署也有報告說 那邊有柴山多貝孔珊湖 環保署的環評 這些都是公部門的報告 那公部門的報告 你們都不採納 那你們還說資料不足 到底哪裡不足呢 你總要說個道理來啊 你今天不能說資料不足 你要說誰說的啊 那是你們市長說的嗎 不是這樣子的 對啊 你今天一定要講出一個道理啊 資料哪裡資料不足啊 我們會進行調查都是有原因的 現在就告訴你已經有調查報告了 海保署也有 海保署也有 這不行啊 你納稅的人錢的人不能這樣啊 這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會持續跟中央進行一個研議 看是不是需要 你們不用跟中央研議 你們自己要申請就好了 幹嘛跟他們研議 他們在等你們申請 是不是副署長你再講一次 你剛剛的意思說 他們申請你們就話是不是 野保法的規定是這樣子 是這個地方政府他們提出這個需求 以及調查這些內容之後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來 你們就會啟動去 去調查然後召開審查會 對不對 你們就不會說還要調查五年 你們會不會再調查五年呢 不會 對啊 桃園市政府你們不能這樣子啊 你們市長還要選總統 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太笑話了吧 這樣蒙蔽怎麼選總統呢 要畫設保護區的話 還有一些行政作文 那相關的調查 還有文件鑽 剛剛就跟你說 你們當年關心就2008年提報 2009年就畫設了 哪需要 你就是你還是你們桃園市政府啊 那現在不能這樣子推給 推給說什麼還沒調查完成 這是不行的啊 委員我澄清一下 就是當年2007年有提報 2008年的時候 劣策追蹤而已 那個時候還沒有畫野生動物保護區 後來是空轉 然後我們才搶救關心藻礁 到2014年7月7號才正式化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就是說我們2007年由滿野這邊去 劣策是2008嗎 對 2008年的時候劣策追蹤 劣策嘛 2008年 你們劣策追蹤那個 我有那個文 是你寄給我的 我剛剛資料沒帶 但是他那時候 2007年申請的時候 大概好像過四個月左右 他就劣策追蹤 就是 那時候是農委會跟桃園市政府線刊之後 馬上就劣策追蹤 並沒有經過很長的調查 就先劣策 還是8 我資料沒有帶 但是我記得是 好像是 5月送件 9月就劣策 畫野保區是到103年7月才畫野保區 主席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說 地方如果要畫保護區的話 需要中央畫棲息環境 那中央畫棲息環境 又要地方提出需求 那地方提出需求呢 剛剛的說法是 他也不承認林務局提供的資料 也不承認中油提供的這個飄沙的這個調查 他要重做調查 那我們問說你為什麼要重做 為什麼跟關心跟關堂不一樣 大堂不一樣 那他又說這個理由我不能說 水我也不能說 為什麼關堂會特別被另眼相看 我們要了解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個中央跟地方這個政府 可以兩者可以這樣互來推 推來推去 這是一個這整個事情的一個關鍵 我們也要我們全國的民眾 去看到這個議題背後 到底他出現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特別被另眼看待 而且用納稅人的錢做調查 也不公佈 也不公佈 這個真的問題很大 那我想要呼籲的是說 呼籲就是說那個 106年8月3號 台灣市政府當時已經 韓副農委會說建議要直接指定為 國定自然地景 我說如果你們當初回 農委會這樣的文 那代表你們心中認為 應該要指定為自然地景 只是你們認為是 是屬於國家 中央應該來指定的 那為什麼那時候還不去 至少還 為什麼不進入列車追蹤 然後為什麼不啟動審議程序 對 張律師 那個時候我們海管處還沒成立說無法做這樣的回覆 謝謝委員 那我想要再補充詢問 因為剛才我問的那個標案 236萬4千元 那個是飄沙調查 要做4年 那現在又查到一個是 2020年就是今年1月13日公佈的是 109年度桃園市海岸地區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計畫 那這個金額的部分是650萬元 是這一個嗎 名稱應該是 但經費我不記得 經費我是看網站上面的 然後政府採購公報網 那你要說5年嗎 對不對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一點就是 林務局的這個調查報告 它的預算金額是900多萬 林務局現在說是桃園市政府的計畫 還是林務局 林務局 現在這個計畫是林務局 不是不是 我想要做一個比較 我想要做一個比較 我想要透過這個比較來 凸顯它的不合理性 林務局的調查報告的預算是900多萬 做10個月 做10個月 那送到桃園市政府以後 桃園市政府說他不要相信這個調查報告 他要自己做調查 所以他就花了650萬 金額是650萬 他要做5年 他要做5年 他覺得這樣做比較好 那我是不了解 為什麼這樣做比較好 我們都很想要知道原因 都很想要知道理由 就像剛才朱執行長講的一樣 我們都很想要知道原因 都很想要知道理由 他不講 誰不能讓他講他也不講 那我們在這邊真的是 趕著急 委員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他們一直認為說這個資訊不能公開 但是按照野保法 他調查除非他涉及國防秘密 那如果他認為說他調查到底什麼原因不能公開 他就要講清楚他的法規依據是什麼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他應該要講清楚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他應該要講清楚 而不是他嘴巴講說我不能公開就不公開 以海保法嗎 那個野保法他調查的部分 野保法 對 所訂的這個 各主管機關所訂的這些內容 那這個跟野保法 他們這個 跟野保法應該只是他們要去支援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調查結果 是不是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沒有直接相關的 這個有這個資訊公開,違反資訊公開嗎?做這種生態調查 研究計畫上面有些確實是沒有說立即公開,有一定的期限之後才公開的這樣的情況 有些研究計畫確實是這樣 自己去合約上面自己限定的嘛,對不對 但是我的問題是說這樣子的生態調查,有說依資訊公開法不公開的這樣的條件嗎? 報紙於這個就要依照各主管機關 好,那我們這一題就是請桃園市政府 因為今天就是大家有很深刻的質疑 你務局900多萬做10個月,那你們600多萬要做5年 而且堅持沒有做完,不要啟動自然地警的調查 或者是依野保法去化保護區的啟動 那這個真的讓大家對桃園市政府目前用公款 用公家單位的錢,然後是在護航什麼 這個是有很深刻的質疑 那因為你們是公務人員 你們是公務人員,尤其是你 如果你是相關主管 我想這個也會到監察院去 所以也請桃園市政府,你們能夠盡量以資訊公開 然後符合人民的期待 我想政府就是服務人民,對不對 好,那謝謝,那我們第三題就到這裡 那接著我們進行第四題 好,現在已經4點10分,那我們就是趕快來繼續這個問題的回答 是,主席我來回答 是,主席我來回答 他這裡都是覆殺的 隨著第一個人工構造物,也就是台電大潭排水這個渠道 這個人工構造物呢,出現以後呢 以及淨水的部分出現以後呢 這個區域就開始產生一些變化 從而呢,才會有剛剛所提到的關心藻礁保護區的一個設立 發現以後的一個設立 那對於G1,雖然所謂G1,G2,G3區來講 它也是每年呢,它也是在那邊變化的 那麼原先也都是覆殺的情況 那麼在104,105年呢,有幾個颱風經過以後呢 把G1跟G2區的沙帶出去以後呢 那麼G1跟G2區的藻礁呢,路次的才發現嘛 我想這個是隨著這個情境的演變,時間的演變是這個樣子 那麼它未來它也是一樣會隨著自然的環境 它也會去做一些變化 那麼第四題呢,所提到就是說 生態不佳,生態不好 這樣的偽科學呢造成大潭藻礁無法迷筆的毀損 我想這樣的一個說法呢,我們開發單位不能接受了 生態不佳,生態不好它應該指的是說 是一個比較性的 那當時這個報告呢,是指大潭海岸這個區塊呢 它的生態呢是比關心藻礁保護區要來的差 那麼,然後就說這樣是一個偽科學論調 我想這也不能這樣講 那畢竟就是說也是委託專家學者來做的一個科學調查 所出的份報告 不能說別人做的是偽科學,自己做的就是真科學 這樣說法也不好啦 那麼至於說,這邊提到說大潭藻礁無法彌補的毀損 我想目前的所有證據呢,尚不能稱為說大潭藻礁遭到毀損 因為這個藻礁區呢是不會去開發的 目前在這個,只會就那個13公頃填方區呢 去做實體上的建設 其他部分不會進行開發 所以現在還談不上說所謂的有這個毀損的情形 是不是做以上的說明 沒有毀損嗎?那0.5公頃不是 是是 怎麼會說沒有毀損 你怎麼到現在還說這個不叫毀損 對,如果是指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是承認的 因為這個工作船的一個意外呢 造成藻礁有毀損0.5公頃 這個是事實 這個我也在歷次的一個說明裡面 也跟大眾說抱歉 那麼我們會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更嚴格的手段 讓它不要再發生 好,這一題的回應那個 陳博士,你 我想我之所以稱為偉科學的一個基點是 我們其實對那個地方其實都不了解 那你用過去的這些經驗馬上就下判斷 然後判斷完了以後就造成後續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讓後面的要保護的這些所有的舉動 變成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剛才方總提到說 它是相對的概念 好,你剛才又說 他在沒有人工建物之前都被殺買 很抱歉喔,今年國家文藝獎的得主 公司的柯金元、柯導演 他在1999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空井的直升機飛過那個地方 那邊藻礁是連續的、漂亮的、完整的 那個是一個鐵的證據 我想這個東西其實 科學的資料其實很清楚去證明了這一點 那你剛才又說你是相對的去比較關心 那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就很明顯了 而且我剛才已經舉證出來了 就連那個林信柱到下面那一張 再下一張 就是林信柱老師他所寫的文章裡面 在討論的最後一段 他的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們做的這些工程 OK 不管是平溪海岸或垂直海岸的工程 對於那邊的藻礁所引起的後續的現在 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你又告訴我說 應該是工程才揉露出來了 這不是一個非常矛盾的東西嗎 如果你們那麼支持林信柱老師 當年對你們的生態不好 生活動態不佳的論述的支持的話 你們都應該去看看他的文章在寫什麼 而不是今天在工程會的現場 還是維持那樣很堅持的說法 這其實讓我覺得非常遺憾 因為這樣不是一個科學上的辯證 就像剛剛桃園政府的科長所講 他眼睛一直閉著 一直閉著去看別人做出來的東西 我已經在跟你講了 我們拚了命 用了命 用十個月的時間 我可以跟你打爆票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絕對比你五年做出來的東西還多 我們已經陸陸續續發表 在國際期刊上面的文章 明年還會更多出來 難道這樣的證據 都一點都不過去說服主管單位 這個地方是值得保育的嗎 而且這個所有的資料 我們做出來的資料 全部送到國際的組織上面去做評估 裡面有IUCN的專家跟副主席來做的評審 不是那麼容易都會變成希望熱點 所有的證據都告訴我們 這個地方比起關心藻礁還要好 我要強調一次 比起關心藻礁還要好 為什麼開發單位跟負責的先制政府主管機關 都不願意去正視這問題 這是我其實對你的回答的一些回應 好 那我們再下一題 對不起 好 我覺得這個我想副總當然他這樣說 我覺得可以理解 就是說你當初認為這是一個 當初認為這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來的 那現在我想陳博士這邊是提出了 就是說顯然就算是比較來了 我們接受這個說法 也不要說它是微科學好了 那現在是比較 那現在就是比較了 那這個比較應該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比關心好 或者它其實我原來記得說 它不僅僅是重要 它甚至於可能是台灣唯一 有這麼豐富的這樣的一個區域 所以你除了已經破壞了0.5公頃之外 你後續還是會破壞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 這是一個關鍵的 我們必須釐清到底它是不是重要 而且甚至於可能是唯一 有這麼豐富的這個生態區 您剛說破壞1.5公頃的意思是什麼 0.5公頃 對不起 這個是個案 那麼對於這個大潭的海岸跟 關心藻礁保護區的生態的部分 目前我們都還是每年都在持續的 在做監測跟調查當中 來去看它長遠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趨勢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關心藻礁保護區的生態 還是相對來講還是比大潭這邊要好一些 那當然我覺得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它是會做一些改變的 需要長期的一個觀察跟調查 謝謝 這個部分我們就有時間再討論 那現在進入第五題 因為我五點還有一個會議 我們現在就是速度來拉快一下 那第五題 看誰能夠回答 給蔡總統信 這是海保署這邊嗎 海保署這邊回答 好 這封信的這個時間點 當初我還沒到海保署 我不是那麼樣的清楚剛開始的情況 不過我們在今年已經有把這個 這個 這個信的主要的回復的內容 也已經有提供出來了 目前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有確定 有經過有我們的email信箱回復 我們有回復的資料吧 我們有回復資料的內容 已經有大致提供出來了 有給我們的 對 就是剛剛我有簡報 給老師的公文 我們認為那不算是一個回復的證據 回復的證據是 如果你有email 那email是哪一天 什麼 什麼時刻 對方 之類的 那那個資料我們沒有看到 你只說呢 這個是 內容大概是這樣 內容這樣 大概是這樣 你自己 胡說也可以啊 我們怎麼知道那個內容 就真的是回給那個博士的呢 你要有原版給大家看 大家才能了解說 這個確實是回復了嘛 這尤其是代表總統來回復給國際知名的人士 我想不能這樣的交代 是 現在就是這個回復的部分 因為沒有提供就是足夠就是時間點證明 那這個可以再 我再補充 我會去確定一下 對 確定一下我們email回復的這個時間點 不只是時間點的問題 因為回這個信不會是什麼私人秘密的事情 除非你跟它是私交 因為我們在 他寫信 他跟我們總統陳情 然後我們總統請我們的負責主管回函 這不是私交的信嘛 這是公共事務 這個公共事務為什麼會不能公開 如果你發了信回了信 總統都會說我貼在網站上 我這樣回了 這個一定是可以公開的事情 這個一定是可以公開的事情 這不會是涉及隱私呢 蔡博士 那個 我跟那個副組長提醒 因為當年那個巴爾屯保育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那個東台灣海峽 那個巴爾屯的工作小組 我們寫三次的那個信給馬總統 那馬總統其實都有非常誠懇的 很誠意的都把信回給我們 那東西其實都是可以公開的東西 所以而且我剛剛的報告裡面 也把我的那個E-mail的時間 都已經公開給那個署裡面了 我想說能不能請署裡面這邊提供委員這邊 相關的通訊的資料 只要不要牽照個資的問題 OK 那我們需要知道說 到底那個我們的主管單位怎麼去回覆這封信 那因為我一直在聯絡Mission Blue 他們一直跟我講說 沒有收到那個任何的正式的回函 那他們說 其實他們平常也不會去期待一個國家元首 會這麼慷慨大方的去回覆他 那我希望能夠 因為這個大膽藻礁 真的是可以代表台灣成為國際上 在海洋保育上面一個重要的一個交流的熱點 這比起我們去花很多的這個 這個外交的這個力量跟金錢去 去搏流 去懦慮 去做這些東西 這東西更為重要 大概更看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那個署裡面能夠加油 把這個事情給委員這邊 讓這東西能夠理清楚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現在海保署是幫蔡總統去回對不對 你們是幫蔡總統回嗎 主委 是以主委的海委會的名義回 海委會名義回 那確定蔡總統沒有回 是不是 這一點我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是主委 海委會主委 主委有回 那就是這個資料再給我們 那可不可以再請總統回呢 這個請你們再去提給總統府吧 這個總統府交辦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依照這些規定就把它處理掉 好 那接著我們看那個第二部分的問題的回答 好 第二部分第一題就是 開發海域開發範圍是否影響藻礁生態系 那請鍾友回答 是 這裡面提到就是這個Q1 社會影響藻礁生態系 那麼 我首先就是說我們工業港的部分呢 是採立岸設計嘛 這點應該沒有問題嘛 那麼在藻礁來講的話呢 在這個水深超過10公尺以深的地方呢 它是沒有光線照射進去 不能行光和作用嘛 所以才會提到 剛剛大概也有提到就是說 在工業港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生物礁了 那麼在工業區的部分 我還是重複 我們並沒有去做開發的行為 所以這邊提到說會不會有影響 我們是認為是說影響不大 那麼這裡面提到就是說 工業港的部分沒有做減輕 我想這邊要強調一下是有了 那麼工業港的部分 因為它必須要浸深嘛 讓這個大型的船舶呢 能夠進港有足夠的水深 在它的操作跟航行安全是需要的 那麼在環差最後的一個審定階段呢 我們承諾整個工業港呢 往外海移 就是往西 往西移20公尺 往西移20公尺 那這樣的話 對於港域本身的一個浸深的範圍呢 是可以縮減的 而事實上也縮減 所以因此在工業港的部分呢 它浸深的一個範圍呢 是減少的 大概我做上一個說明 好 那個陳律師 這部分我們認為 即使它那個向外移20公尺 下面至少還是要浸挖 包括那個微蹄 對藻礁的傷害超過150公頃 那一個生態系如果破壞了150公頃不嚴重嗎 這個叫做沒有影響嗎 我們認為正是因為有影響 所以我們才會這麼努力的要阻擋下來 所以小英總統在今年6月4號看到的那一張圖會嚇一跳 也就是這個跟它想像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也承諾 它想辦法要有雙銀方案 但是之後的情形到現在 我們就是看不到雙銀方案出來 最後就是一路的繼續 要在這裡施工下去 所以我會再一次強調就是說 我們的問題是有沒有影響藻礁生態系 不是開發單位一直強調什麼232公頃的工業區 已經縮小到剩下多少這裡沒有影響 是工業港下面你們自己也承認啊 它現在往外移了20公尺 那下面的峻深的地方就減少了 那就表示原來就是有嘛 就是在挖嘛 那現在減少了少了多少 我上回有聽你們的處長跟我提 現在大概只剩下一百六十幾公頃 對不起我們的藻礁生態系 被破壞了一百六十幾公頃的藻礁 這個影響不大嗎 尤其你們的外圍的圍體整個圍起來 對於整個的那個垂直沿岸流啊 種種的這些 那個專家都非常清楚的說了 專案小組會議為什麼會退回去呢 剛才我們律師也說明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油還是說 你們認為這個是影響不大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生態學整個都 大概都要改觀了嘛 是不是這樣 我想今天要來確認的就是說 你們這一個工業港的開發 是不是對藻礁有嚴重的影響 你只回答有與沒有就好 那你們說沒有 或者說影響很小 沒有關係 我們都會留下紀錄 這個世代子孫都可以來看這一段的紀錄的 這是我們今天 我也知道說 你們不可能來承認說自己做錯了怎麼樣 但是把正點釐清來 後世的子孫會看這一段的歷史的紀錄 這也是我們今天辦公廳會的目的 包括說未來如果內聽證會繼續辦 大概也是這樣的對話 那我們期待的就是這些爭點離不清 但是至少大家看到了真相在哪裡 謝謝 那回答一下就是是或不是 第一題 我想任何的一個改變它都會有影響 對不對 是 而且是嚴重的影響 這個影響也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 這要透過後續的持續的調查監測 才能知道它的一個影響情形 那方副總追究 那我們的初步評估是認為影響不大 首先有這個說明 郡蛙的範圍是從300公頃降為168公頃 那麼在這個港域的部分 我們是有做過生態調查的 那生態調查的結果是它這個生態是不佳的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它太深了 陽光照射不進去 它的生態是不好的 沒關係 就是方副總你的回答就是有影響 但是你認為影響不大 這要後續還要繼續一個持續調查監測 你現在的回答是這樣 對 後續要持續調查監測 好 那我們看第二題 我們也請海保署回答一下好了 副署長 剛剛第一題你認為影響會不會有影響 然後影響情形怎麼樣 包吳主席 當然對於這個 這個開發的這個 這個情況工程 不是我們的專長 我們沒有辦法很直接去評斷 我們現在目前 透過一些監督的機制 參與這些執委會這些監督會議來看 目前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 從這些調查報告來看 還沒有看到很重大的這個影響情況 你是認為到目前沒有重大影響 目前是 但是有影響了嗎 是沒有重大影響 好 那我們看第二題 是不是會影響柴山多貝孔珊瑚的生存 柴山多貝孔 他所生長的區域 那麼他有一個熱區 就依照陳博士所稱的熱區 他的一個水深範圍大概在五米 以前的地方 那麼工業港 他是在十米水深以上的區域 所以他的一個開發呢 是不會直接去碰觸到柴山多貝孔 是一樣是或者是不是 或者是 你先這樣 我們是認為不會 但是後續還是要持續的一個調查跟監測 來去做一個比較 比對 那我們看第三題 好 第二題那個陳博士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方副總 那從剛剛第一題到第二題 那個不管是您或是署裡面都說 要持續的去做調查 請問大概要調查多久 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大概的時間 你們現在有做持續調查嘛 對不對 那會調查多久 會一直持續下去 所以 那你們每季的報告有上網是不是 現在的調查報告 每季有調查嗎 有調查報告有上網嗎 我們有做調查 也有調查報告 那麼經過審定以後呢 會交給環保署 這要跟他報告嗎 每季嗎 每季都會做 好 那可以提送一份給我嗎 給我辦公室嗎 提送一份調查報告 每季的調查報告 我想這個陳委員您 您有這樣一個請求 有公文來的話 我想在公司內部會去做一個確認 確認好 那請提供啦 畢竟這也是納稅人的錢 所以 所以我 如果說按照方副總的說法的話 我們就會永遠不會知道 這樣的工程師做 對於 不管是財安多杯孔 或是藻礁的影響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 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做下去 所以 結果是永遠都不會知道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那個 幫副總 我想應該會知道嘛 因為 你每次的調查 所用的測線方法 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你每一次的調查 春夏秋冬 每一年 都可以做一個比較比對了 應該會知道 它有一個變化情形 所以 什麼時候會知道 這個人要請教專家了啦 陳博士你專家 你應該 我想這個學理上 如果你承認我是個專家 然後我就可以告訴你 大家都認為你是專家 對 現在我就可以告訴你 已經有影響了 可是你又不採納我的意見 就說要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才問你說 一直做下去 做到什麼時候才會有影響 是 那我只是想著從 從您的這個口中 聽到這句話 至少我被承認 我是個專家 只是 我這個專家意見 不被採納 然後要只去做下去而已 謝謝 您的報告應該可以 給我們參考一下 好 那現在就是請 中有提送調查報告 那是不是有影響 我覺得如果有調查報告 每一季有調查報告 應該可以量化 那量化我們再來做討論 看這個影響的結果是怎樣 好 接著我們看第四題 是不是會導致土體效應 洋流切削效應 會不會 好 中有 這個 副執行長 這個來說明一下 所謂的洋流切削效應 我想替代 回避替代修正方案 所採行的方式 已經是一個離岸的一個崗 那麼它並不是從岸邊 直接延伸出去的一個人工構造物 因此在整個的規劃設計來講的話 已經沒有所謂的突體效應 這個流呢 它是可以南北流 南北方向流的 沒有所謂的突體效應 那至於說 這個洋流切削的效應 市長 我想這個是一個延續的話題 在上一次蔡碧委員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工程專家提出來 那今天再從律師這邊提出相關的意見 在他的解釋裡面 他剛剛有用到一個水管的理論 在驗證這樣一個說法 其實因為今天在場 都不是工程專業專家 那我們整個這個是有委託給成大水工研究所 因為他在這方面是海岸工程 他是專業的 他有去做現場的實力的調查 所以包括潮汐洋流都在他的調查裡面 他也有建立這樣一個素質模式 去做驗證 到最後是衍生這樣一個 一個流場的一個資料 至於剛剛講來說 這個大一個大口一個小口 其實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工程的問題 這個跟你用水管的比喻 其實是不恰當的 不對的 那這個也許你們去 應該可以請教一下海洋工程的專家 就我們這個報告裡面去瞭解一下 會不會有土地效應 土地效應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土地效應 其實包括陳昭倫 會嗎 陳昭倫講了土地效應 但是我們想要瞭解一下 陳昭倫那個陳研究員 他提出他曾經在環撇的時候 畫出兩撇鬍子 北邊也一撇鬍子 南邊也一撇鬍子 我想要請教他 對土地效應 他要了解怎麼樣 這兩撇鬍子是怎麼產生出來 你有沒有去請教過 專業的人員 這兩撇鬍子是怎麼出來的 剛剛其實在環團這邊其實有報告過 因為台電的土地效應 已經導致藍體其實是陌露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 藻礁才會陌露出來 這是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專業的 你剛回答的是說 我問你有沒有土地效應 那你說要問他是不是 是有土地效應 但是這個土地效應 並不是他們想像的那一種 因為這個是一個專業的一件 當然會有土地效應 但是土地效應 因為我王北京有做一個 比如說現在是離岸式的海題 那這種土地效應 這是專業的問題 就是要有專業的那個學術 那會有洋流切消效應嗎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他們把它假設成這種說 喔 流速會變成7.5倍 其實這個東西跟你們想像 那個是不一樣 這個是非常專業的問題 在這裡我想 大概也很難讓大家理解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是建立這個就由專業對專業 我們就請我們 好 那這一題謝謝 謝謝 因為時間 我等一下五點有會議 不好意思 好 那 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中油主要的論點是說 因為有一個城大的那個 地形變遷分析的報告 但那個報告是 它的名稱叫 關塘工業區港迴避替代方案 而最後通過的是 沒有啦 你可能搞錯了 其實我們另外一個有關流場的部分 是在我們的 真實超行模擬裡面 是有這樣一個報告 因為你們在環評中 事實上提出來是107年 然後它那個報告是針對 你錯了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講的真實超行報告 是最後的迴避替代修正方案的報告 那是環評通過前還是環評通過後 那個就是反映最真 最現在目前現況的 一個真實超行報告 你可以說一下是什麼時候 是環評前還是環評後 108年 108年就是環評後 那我稍微說一下 我還是要回應 因為環評通過前 你們唯一 就是說你們環評通過之前 你們唯一提出來的報告是 承擔了107年4月那份報告 但它並不是針對最後通過的方案 而且那份報告提出 只有專家會議的共識有要求說 還是要要求要 107年4月2下專家會議 還是要求說 你要再提供水公事業的參數 變更前後的沿岸流數據方向 這個都可以 然後再環評 那我講完好不好 107年10月3日的時候 環評委員要求質疑說 你們就是說這個計畫有變更 應該不能再引用舊的模擬資料 要求中油應重新委託一份 符合開發計畫的模擬 可是事實上你們環評 在107年10月8日就通過 根本在環評通過之前 沒有提出出新的一個模擬 這樣那剛剛你也承認 你們後來模擬的東西 是在108年才做的 表示環評通過的當時 事實上你們根本就沒有符合資格的一個資料 那那個有關那個 那個是真實超航報告 那個是其實是跟那個不一樣的 我能不能很快回應 因為剛剛那個什麼那個 執行長已經 執行長在說我不懂海洋物理的東西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能不能請那個中油 因為我發現資訊非常不對等 那我們大概都只能讀你們給的 這環評報告的東西 你們能不能 如果你們一直認為大潭藻礁是因為 因為能工監護的建設才露出來的話 那請你回答我 柯師傅在1999年拍出來大潭藻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那如果你們對我的專業有挑戰的話 請你把你們的相關資料 而且請你們把你們的 做你們案子的一些相關幾學者 都請出來跟我們對話 因為我一直覺得 從來就沒有真正的 學者之間的對話的管道 像今天也沒有幫你們做 相關研究的調查的學者 來跟我們對話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資訊不對等的一個場合 的確 我覺得今天如果知道 要討論這些議題 我們就應該找相關的專業 會啦 我們會再辦 我們會再辦 然後你們就是今天 因為我等一下要先離席 就請我們辦公室主任來主持 現在今天就是我們有前面幾題 有比較詳細的討論 那後面還有幾題 我就請陳主任繼續主持 那有必要的話 我們就再開一次公聽會 然後再邀集相關的 這個專家學者 我們針對問題 來比較做實務面的討論 那就是桃園市政府這邊 剛剛的調查報告 我們也請提供 還有今天會議紀錄 在你們召開的會議紀錄這邊 也請提供 大概是這樣啦 那後面 是 剛剛執行長講的 後面是有做流場分析 那些名詞 我們可能聽都聽不太懂 但是你是說你可以公布 是不是 你們有那個分析 那個報告是可以公布的 那是我們內部參考 因為我 那為什麼不能公布 我們就是要知道 那一份報告最主要是知道 我要知道這個港 對我將來RNG船進出它的影響 所以它的流場分析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不會 我們做的都是依據這個 整個數值模理去驗證出來 我們去做實際的超行模擬 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 這也就是在驗證 我在這個接收站 它是適合RNG船進出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說的是很重要 而且是你們模擬 那為什麼不能公開 這個東西 並沒有說 我們也沒有說公開也不公開 本來就是我們自己 要對我們做 對我們確保我們將來的營運 可以營運 所以我們要做了一個委員 做了研究報告 你的意思說 這是不能公開的 並沒有說 我們要去公開這個東西 我要問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公開 為什麼要公開 因為剛剛不是陳博士 那個陳昭倫博士講 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問題有疑惑嗎 那既然有疑惑 那你也說可以 因為他們說的 你們如果提出問題出來 先把你的疑惑的疑惑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針對你的疑惑來答覆 警長我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一直理解到 你所謂的108年的流場分析 指的是環評通過 不是那個是針對我們的 真實超行報告 那是Final Report Final Report的時間 因為我現在還不記得 它那個過程超行時間 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Revise 它的報告出來 我們不會一下子就出來 一定會有一個拖一個時間 到Final的一個Report 那針對那個生態影響 就是說那個藻礁的生態影響 的那個流場分析的部分 其實那個流場的部分 那個其實應該剛剛陳憲政委員 有提到 比如說把它類比成什麼水管 你把它掐住它會變流場 其實這個海洋工程 它是open的一個東西 跟那個closed flow是不一樣的 這是相當專業的一個 比較專業 我是建議 請你們去請教專業的人 我們就是請教過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後面去了 我們看了107年度的環評的訂稿本 但訂稿本裡面也有一些 你講到的那個陳大 這一些我們回去 你把問題給我們 我們回去 會依照我們的一個報告 提供給你答覆 因為你們 事先沒有給我們一個資料問題 在今天在這裡答 這很容易造成誤解 理解 所以先讓我講完 盡量不要造成誤解 因為確實造成誤解 真點對不起來 也沒有辦法釐清問題 我們就是看了環評訂稿本 環差訂稿本裡面的 107年的那份資料裡面 有陳大水工的模擬 那因為這個陳大水工的模擬 我們才會提出 剛才你所謂的這個水管 陳憲政律師說的這個水管的比喻 那這個水管的比喻 最主要就是在質疑說 陳大水工的模擬 你其實沒有注意到那個沿岸流的水量 跟收數的這個問題 那先讓我講完一下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 後來108年又有做了一個流場分析 那個不能說又做了一個 那個本來是一個同樣的東西 要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感受 那針對這個 藻礁生態影響的這個流場這件事情 在環差之後還有做嗎 環差之後 對 環差通過以後 就是107年10月份環差通過以後 這個我回去確認一下 這個要回去確認一下 我現在沒有辦法再跟你做這個答覆 OK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是你們很專業 那你既然說我們提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是請教一些專家 你一直說那你們不懂 你們去請教專家 然後你把你們的問題提出來 我再回答你 對對對 你一直是抱著這個態度 我希望是這樣 如果 只是想想我的問題在這裡 我的問題是 如果你這麼有把握 你們做的都是沒有問題 那也不會有土體效應 也不會什麼那個洋流的這個效應 你把你的流場的分析 公布有什麼問題 我沒有說沒有土體效應 只是說它的土體效應 跟你們想像的是不一樣的 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 那你為什麼不能公布呢 沒有那麼大 那你為什麼不能公布 相關的報告不是 比如說像那個漂沙的報告 不是他們都有看到 我們現在剛剛講的是流場 你說的是final 其實流場這些東西 在我們的環差報告裡面也都 我們在環差報告裡面也都有摘述 這個流場的部分 你說的是摘述 因為就是這樣我的問題很清楚就是 你有如果你有研究 你有分析你有模擬 那你有你的專家 那麼民間團體也去找專家 那這個專家對專家 那你一定要有完整的資料 因為民間沒有這個資料 那你又不願意提供你的資料 那我們只好大家用飄來飄去去問 因為我們問了 你回答我們也看不到 你這後面的真實的數據啊 那既然你有完整的分析 你有完整的報告 你公布出來 然後專家對專家才能對得出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建議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今天很好 就是你有大問題嘛 那你大問題底下應該會有小指向的問題 是不是一項一項的把它羅列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下次再來討論這個 這個會比較更match在一起 我會具體建議 幾個工程的專業問題 第一個流場問題 第一個圖體效應的問題 第二個工程 你們要提出兩份報告 一個是中興大學 蔡教授的一個報告 另外一個是 有委託所謂徐順縣老師 徐順縣專業的一些評估報告 其實兩個報告是差異很大 這些都是工程問題 我建議就是工程問題 技術問題 我們就找工程問題 技術問題來討論 這樣才會有焦局 才會把這些問題解決出來 否則一直在講的就是 我講我的 你講我的 比如說一個舉一個例子 像上一次 這個我們有回答 一直已經回答蔡律師意見 你有提到就是說 曾經我們這個事 有發生一個三人死亡 四個人受傷的事故 其實我們已經跟你講 那個事故 當然這個事故非常遺憾發生了 但是他發生事故的地點 是在台北港 我剛剛有講說 而且我也知道 這是台北港 你們連那個海洋的深度 都沒有搞清楚 才造成這樣子的一個死亡事件 而且我上次質疑的是 3月跟11月的擱淺 倒是沒有特別提台北港 上次主要是針對說 說這個地方一天到 這樣子擱淺兩次 到底適不適合該港 沒關係 我們那個 剛剛有錄影的 我上次並沒有特別講 台北港的那次死亡事件 我也沒有搞混這件事情 抱歉 因為我們現在要5點 我們趕快先結束這個 這一個小單元 然後可能請副總 就是說其實是這樣 就是本來這個事情應該是 這事情本來應該是 農委會應該做 就是聽證會 內聽證應該做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說本來 總統答應 還團說內聽證 要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 然後好好的理性 就剛剛副總講的 就是我們這些工程問題 什麼都拿出來講 可是因為內聽證還沒辦 所以變成是我們 有一點是內聽證的 會前會的意思 但是這樣就是說 是建議中油這邊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 真的辦內聽證 其實我們問題會 還是會遇到 所以假設像剛剛說 就是流場分析 都中油的 根據你們專業的分析出來 是OK的 那或許可以考慮 公開給大家看 因為到時候其實 在內聽證的時候 也會遇到這問題 所以說就是 如果真的要下結論 就是為了 那個如果我下結論 就是你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為了證明開發 對藻礁影響有限 然後請中油公布你那個證據 就是就是你的那個 那個那個 流場分析 就說你我 我專家做的就沒問題了 你這個原始資料 給人看 當然 立法院的公聽會 的居數率是有限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實這一題我覺得 到時候內聽證還是會遇到 所以如果可以早點給 那個資料給大家來研究 就看看這個分析好不好 就是就是就是比較建議 還是建議建議可以 直接資訊公開 可以嗎 這樣這樣 你建議嗎 當然我們我想 當然沒有問題 會去研議 當然是是當然就尊重你們 你們的那個 不過就提醒大家說這 理論上如果 如果不是不是那個 受惡精美豬的 的這個這麼忙的話 農耳會應該早就已經辦 內聽證了 然後在內聽證的時候 這些問題就是會在裡面去去處理 所以到時候真的等美豬 如果美豬本週解決的話 如果美豬本週解決 我們這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是說組長 我是說萊豬萊豬 萊豬如果這一週 這個會這個解決掉的話 我覺得如果未來的聽證 可能會還是會處理這一題 所以這個基礎 基礎資訊的部分 可能請眾要這邊 就是幫幫忙 然後然後來看看那個 怎麼樣讓大家 心服口服這樣 不好意思 萊豬人不是美豬 那個組長 不好意思 好這樣我們趕下一題好嗎 不然我們這裡已經 那個53分 下一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 可能這個要請主管機關來做 好這樣何時進入審議程序 這樣可能也是請 談過了 談過了 這談過了 這樣還有沒有 游民是否海客文化這邊請 請先請先那個就做好了 我想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做任何的一個新的開發 改變了現有的一個情形 它必然會對於一些會有影響 這個影響可能是正面的 也有可能是負面的 但是這個影響總是要把它降到最低 對不對 那麼對於這個關塘工業港來講 它是隸屬於中立區漁會 那中立區漁會 對首先真的漁權的部分 在民國94年 是已經在這個漁權的部分 是已經在當時的開發單位 東頂公司 它已經把它做了一個 適當的一個補償 那麼 但是對於這個後續 在這個工業港的開發來講的話 那我們中油公司 對於這些漁民的一些作業的話 也會持續的關心他們 照應他們 那麼希望對於它未來的一個作業上 它的影響是降到最低這樣子 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一個說明 那麼另外就是說 其實從我們 永安接受站 永安港的情形來看的話 建了港以後 對於這個港的港內 以及這個防波堤的周圍 這些等等的話 所顯示出來的生態是好的 那在我們永安港的海域的一個生態 我們也下 潛水服也下去去拍照 所顯示出來它的一個珊瑚的狀態 以及這個生態的狀況是不錯的 是很好的 那麼希望這個部分 對於當地這個漁民 來講的話 是一個正面的一個幫助 一個效果 那總有這樣說明 那民間團體還有沒有什麼要回 要那個回問那個請問的 這條沒有 好 這樣下一題 我這一題部分就是那個 海委會主委回覆MB的那個 那我們是希望他們提供實際的回函的 原件內容 這條海委會 幫我提供原件 不好意思 主席 那這條剛剛其實已經有做過討論 那我想我們回去先確定一下 我們什麼 我們所Email的當天的日期 我們可以截圖 看我們已經有 確實有回復過去了 那至於這個信件的原含 原含件內容 因為牽涉到個人的這些訊息 這些隱私的問題 我想我們回去再了解一下 是不是可以提供 好 我們認為這個是國際知名人士 給總統的陳前信一樣 那總統既然是委託給海委會主委 來回覆這封信 這應該是一個公開 也可以被檢驗的一個很基本的公民可以知道的 老實好 這是我們建議的 不好意思 因為民間團體跟學術單 民間台灣的學術界建立的 因為這也是公開信給總統的 也沒什麼好 就是 就是 就針對政策跟保育科學上的一個討論 那還是建議說 就是盡量可以公開 就公開 這樣可能也會比較 其實不是什麼 重大的整點可以趕快解決 就 就賤請 你們回去再試試看 那理論上 可以跟主委講說 這反正就是國際學者的公開性 所以也沒什麼 沒什麼說 一個秘密 謝謝 抱歉 好 這樣還有 還有沒有 因為這條 我下來就是海委會主委 也會蒙蔽國人蒙蔽總統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他如果沒有拿出那個 實際的政策 他就是蒙蔽 他就是蒙蔽 對啦 老師 如果幫主委 那個 主委的回信 就不算蒙蔽 這樣也好 就是 不然 大家都會說 你不知道 是不是在那裡 下公的陳老師都研究 都學會做 潘老師都學會講話 這樣也不好 謝謝 那個 就是去跟主委的秘書要 他應該是用主委信箱回出去 待會兒 那個管理人員就要來關人 還有一個 可以嗎 好 好 好 我們就是 證明截圖說 我什麼時候 有回這樣就好 那回信的內容 我們也告訴過你們 沒有了 這條 我覺得今天跟中油 我覺得其實中油很願意溝通 其實我最不懂的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所謂的真實超行報告 或者那個最後的流場分析 為什麼是不公開 因為如果說那個工程 是一個我們一般人很難理解的 可是他們手上又有資料 可是又不願意提出來 又只說你提問 我回答你就好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我想 中油也許應該慎重地考慮 或者給我們一個理由是為什麼這事情是不能公開的 謝謝 還有其他題嗎 沒有啊 這樣可以下課 就是我們有一些玉女的結論的草案 那我們還會再修正那個文字 然後大家可能先看一下 這個不算結論 這算會議紀錄 這算會議紀錄 所以就是 大家請看 有沒有看 有 好 第一個就是關於公聽會中 討論查詐多貝公山湖 是否遭中 有工作傳播外中華表示 拍109年4月8號的時候拍照時 該山湖沒有裂縫 109年4月9號現刊時 照片上才有裂縫如復健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理清一下 再往下 有關公聽會中討論 潛橋附近的紅色GPS定位點 如復健請中華提供紅色點的 財山多貝公山湖的現狀針對 站橋附近的山湖生態調查 請中華提供並公開 施工前的生態調查報告 這點做得到 應該有 中華公司呢 中華公司西匯研議 好 建請啦建請 你後面西匯研議比較多 建請中華公司提供 建請啦 建請啦 其實這大家要有 這真的疫情 那個萊豬啦 然後我們還是會請農委會趕快開聽證 聽證還是會遇到 我想謝謝諒姐 畢竟我們也是一些行政機關 需要有內部的程序 是是是就建請 好 那中華美濟針對 冠塘工業港資海域開發生態影響 進行調查 並提供 那提供美濟的調查報告 也要建請嗎 還是你們就直接提供 你們就有報告了 好 都要提供 好建請啦 那請那個流場分析跟操航的報告 這也是建請啦 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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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關 桃園市政府於108年109年的生態調查 也建請啦 建請 桃園OK嗎 建請 不好意思啦 好 第六點 正在早上聯盟104年送出關塘藻礁保護區的 化設申請 但是桃園市政府到108年才進行調查 請桃園市韓復從104年收到公文之後 桃園市針對關塘藻礁的保護區開了多少會呢 那請提供那個會議紀錄 這個也是建請啦 給你的建請 這也拜託桃園市科聯業的提供啦 因為搞不好 搞不好就是 監察院就 如果哪一天要去看看整個程序有沒有瑕疵的時候 還是會遇到 所以如果可以提供給團體就盡量 對啊 謝謝啦 看不用麻煩 市政府韓復 哪一個 第七個 好 已經有 好 韓復既然已經有其他的進行生態調查 為什麼還要再次進行調查 這個也是拜託說明一下 就是比如說專家有說有哪些東西還不夠 專家一定要據名嗎老師 如果說我們專家會議有哪幾點結論說要重新調查 可以當據名嗎 可以當據名嗎 還不當據名嗎 沒辦法啦 就是說拜託桃園睡眠坐 為什麼要一個重新 重新重啟調查的必要性 就看看那個專家會議怎麼樣建立 可以嗎 也建請啦 建請 為什麼不啟動自然地精神 你那應該這幾條都同一條吧 同一條 一起說明 一起說明 然後公開這個信件往返 然後就是 那 公開 這怎麼 往來的信件 OK 好然後請海保署立刻啟動 這建請 這可能它也沒辦法保證 建請 建請海保署開聽證會 這不是海保署還是我們農委會答應的 應該是農委會答應的 好 建請 不好意思 建請你們看 來 沒有啊 好然後另外就是以上的這些爭點 我們會 我們也會做成這些結論 然後給農委會參考就是以後 要召開類聽證的時候 我們會是希望它可以 針對這幾個已經 我們算是類聽證的會前會 已經釐清的那請 希望可以在未來的那個類聽證 來討論這些實質的問題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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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